长生者穿越天断大沟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大理前沿 一片连绵不断的草原 在天空下伸展 没有山丘 而这才是真正的天断大平原 零售的天堂 卧槽 牛逼啊 老牛 我们多少年没看见绿意了 恍如隔世 没想到天断大平原竟然是这么一幅光景 是的 老牛 走起 走起 他们开始在草原快乐地奔跑起来一连半月 像是在发泄心中的畅快 半个月后 一道奇牛的身影 漫漫悠悠地行走在天断大平原上 此时 半空中突然爆发了一场 激烈的追逐战 两位金丹中气的灵兽 正在追着一头身躯魁梧 一连威猛的原因前妻灵兽 眼光是古尸 卧槽 老牛 我们没看错吧 没有 没有 这狮子早已在前国修仙界绝技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见了 它的血肉 不管对修士还是灵兽 都是大补之物 甚至还有破镜之效啊 但是画风 怎么这般轻奇 这他娘不是原因 前妻灵兽吗 他身躯庞大 相当虎人 因为天生胆小 躲过了不少灾祸 在天断大平原中日游大 此时燕光吃古尸弄 顿时红光大气 一声怒吼 两只金丹灵兽被吓得脚步一顿 燕光吃古尸一脸惊碎 化成一柳红光 连忙跑路 就这样结束了 这灵兽什么情况 什么奇葩 北京丹七灵兽追着打 我也不知道 据说这灵兽天生胆小 它不惜捕猎 喜欢偷家 为了生存 有许多灵兽的蛋 或者媳妇 都遭了它的灾祸 定有此事 老牛 走 去看看这家伙 好的 半日后 燕光是古尸找到一处 无灵兽的地方 开始跑动 他喜欢住在地下 当初就是靠着手艺 躲过了许多苦难 是古尸道友 可否一叙 不必紧张 我们是好人 对对对 前 前辈 我从未伤害 过人族与牛族 还请放我一马 我愿给你们带路 这两位说不定是 天断大平原狩猎的 只要现在能活下去 就有跑路的机会 哼 你将身躯缩小一点 仰着头说话有些累 我们并不是 来伤你性命的 相见祭祀员 来交个朋友 对对对 大哥说的对 我们来交个朋友 啊 太好了 燕光是古尸 似乎相当没有心机 他眼中大喜 开始画形缩小躯体 渐渐化成 够那么大 前辈 您看这样行吗 只要不伤我性命 一切好说 当然 可以 可以的 多谢两位 前辈不杀之恩 燕光是古尸 无体投地 匍匐跪拜 他浑身红光暴露 就要逃顿 啊 两位帅哥 老牛 紫瘦敬酒 不吃吃法酒 扁他 前辈 我错了 还望给我一条生路 草 海翔跑 好了 别装了 前辈 求您了 放我一马吧 我们什么时候 说要你命了 啊 对对对 根据在天 断大平原的传说 人族修饰 诡计多端 绝不可信 估计是想拿我当作己 又或者是 培育什么后代 抽血练鼓 绝无好下场 我们路过此地 看见你 被金丹 灵兽追逐 你原因前期 怎么惧怕金丹 是的是的 你怎么这么胆小 这 这天段大平原的金丹灵兽 都有族群 我不敢招惹 燕光是古师 一族可不弱 这你也怕 前辈 我 从出生以来 一直是独自流浪 我们那一脉 被灭族了 若是加入其他族群 也大多是驱逐 你现在可是原鹰老土 哪个族群不欢迎 对对对 不一样 他们只是看中了 我现在的实力 我对那些族群 已无归属感 我独自也活得好好的 也从未伤害 过人族与牛族 好了 本座知道 绝不伤你性命 前辈可是 来天段大平原 取什么东西 小师对这一代 也相当熟悉 没有那么多利益牵扯 只是过来找你聊天 聊天 对啊 难道没有人 找你聊过天 燕光是古师 被问的一愣 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这天底间的修饰 哪会没有目的的聊天 何况还是原因修饰 嘿 两位帅哥 来来 我们聊聊天 他们渐渐开始聊了起来 气氛在此刻才真的开始放松起来 燕光是古师情绪有些低落 族人惨死在眼前的经历 你一直都在这天段大平原里 是啊 前辈 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 能修炼到元英妻 已经是万幸了 再不敢奢求其他 许多灵兽从这走出去后都没回来 听说成为了别人的做起 你今后怎么打算的 当然是寿中正寝 前辈 能寿中正寝的灵兽 可没多少 狮子 前辈 不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吗 是的是的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前辈 外面哪有天段大平原好啊 外面可谓危机四伏 步步杀机 其实不然吧 你只是流浪太久了 咱们其实是一类 我懂你 对对对 前 狮子 要不跟着我们 我和老牛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前辈 你这可是要 收服我当做起 若您有意 小狮自然 反抗不得 愿当做起 狮子 人与人之间 灵兽与灵兽之间 人与灵兽之间 不仅仅只有利益吧 一只猿鹰 前辈的做起 本做要多少 有多少 大前辈的意思是 同伴吧 我们修仙上千年 遇见的同道 好像就那么你一个 是的是的 柳师姐曾说过 彼此相遇 相知 走过一段路程 就是最大的美好 同伴 相遇相知 眼光是古诗正雷一下 像一只被雷劈倒的木头 竟愣在原地 发痴地看着傻猪与大黑牛 多谢前辈抬爱 我抬你大爷的 不给本做面子 你这是看不起我大哥吗 前辈 我 我不擅斗法 也不能帮你们什么 傻猪气势大盛 那恐怖的灵牙席卷而来 傻猪与黑牛冲天而起 瞬间寄出非洲 立于巨州边缘 狮子独自流浪 不如跟着我们一起流浪 我 走不走 走不走 磨气什么呢 狮子 走了 眼光是古诗 缓缓踏前一步 又强行止住 因为他心中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多谢两位前辈 好意 我救 那就是走了 五星神光从非洲上传来 燕光是古诗眼中大海 他的身躯已经被包裹 朝着正在腾空的非洲而去 前辈 没有啊 天机间传来一顿毒打声 紧接着却是话风一着 大小时今后就成功照顾了 别他娘的废话 走起 丢失丢失 没想到燕光是古诗就这样被逼上凉山 非洲也宽速向大理的方向驶去 非洲上面三道大小不一的身影 站在周围的鹤林五行树下 狮子 有什么道号没 我记得原鹰漆一般都有个什么道号 是的 是的 前辈 我一直在天段大平原 哪需要什么道号啊 还没跟你正式介绍 老牛 过来 本作叫傻猪 你今后叫我猪哥 老牛叫西门黑牛 你今后叫牛哥就行 他叫小赫 你今后的赫哥 虽然现在还不通灵智 但今后肯定会 太好了 我现在也是哥自备了 拜见猪哥 牛哥 赫哥 本作给你取个名吧 猪哥请自明 看你眉心间 有着一条淡淡的红色纹路 显得特别悬疑 老牛你觉得 取个什么名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叫西门黑牛 对了 你可以叫北宫狗蛋 啊 哈哈哈哈 这名字太草帅了 这样吧 你以后就叫北宫红狮 咱们以后兄弟四个 独化修仙剑 北宫红狮 这个名字好啊 大哥牛逼啊 感谢大哥 多谢西门二哥 不必客气 四弟 对对对 自家人不必客气 四哥 今后我们就叫你小赤 真名不随意外录 没问题 走 二哥带你去 参观下咱们的非洲 大黑牛带着小赤 前往阁楼参观 小赤嘴里时不时地 蹦出一句 我们不如还是回到 天段大平原吧 老牛 小赤过来 啊 好的好的 小赤 这天段大沟壑 怎么来的 对对对 怎么来的 诸哥 天段大沟壑 其实是天外 来物造成的 这是许多 原鹰灵兽的秘密 此话能给 种族带来大祸 为何 我们雁光是 古诗一族 因此被灭 消失瞳孔不住的 微差 沉重缓慢的 讲书讲 原来无数年前 天下无尽星辉 将整个平原 砸落为两半 一半沙漠 一半草原 势若天断 狂暴的灭神风 席卷大地 拧灭周围生理 天地间的灵气 竟开始被逐时 大力人族 从各方驱使灵兽 前驱探路 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越来越多的灵兽 被人族驱使着去送死 因此灵兽一族 与人族展开 惊天大战 但我们种族却受到 人族的追杀 你的仇人竟然是 大力人族 这么说来 你的血脉来历大啊 所以我都独自流浪 行为低调 不敢牵扯 太多因果 只希望能保住小命 不知道北境的那些灵兽 是否与大力有一些关系 应该有点关系 就是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带到北境的 北境 难道两位大哥 是从天短大沟壑的 另一头来的 小翅 看你不像修的 是肉身啊 猪哥 牛哥 我主修化形 就是隐匿 比较能躲灾祸 还比较擅长 偷东西与讨论 这是我种族天赋 怪不得 你看起来很胆小 猪哥 我的眼光 其实是一种 操控神识的法术 修眼光 等同于修神识 可以更好破镜 这样才能活下去 竟有此事 你也是奇葩 为了活下去 也修神识 原来如此 小翅 你试试 这灭神识 啊 猪哥 我不想死啊 牛哥 你快说句话呀 大哥 你拿出灭神识干嘛 小翅 你别怕 有我们在这灭神风 侵蚀不了你身上的灵气 可能会对你境界 提升有些帮助 此时灭神识 闪过一阵暗芒 灭神风 零散地朝着小翅而去 忽然 他身上燃起眼光 朝着灭神风 包裹吸水 在狠狠地压制 啊 这 我逃 你们古修仙世家 竟然都掌握着运用 这股灭神之力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小翅当年灵兽种族 被驱使之时 燕光是古师 发现这个特性跑路了 也就是北境深处的灵兽 大哥分析的 有道理 你们种族 现在承受的追杀 也绝非偶然 他们想要灭族 小翅 恐怕你早已被丢上 就等着收割吧 啊 牛哥救我 没事 没事 有大哥和二哥照着你 来 对着这个香炉 跪拜下逐天神佛 啊 祝哥 小翅 这个是我们小队祖传 下来的文化风俗 也是我们的核心信仰 祝哥 牛哥 实在不行 咱们还是回到 天断大平原吧 小翅 你又想挨扁吗 这 现在开始 我们每个人 都要有自己的分工 什么分工 你们可知 九仙界打劫要素 不知道 老牛正法开道 本座旺风 小翅偷窃 小鹤 驾周跑路 嘿嘿嘿嘿嘿 这个好 这个好 啊 祝哥 这打劫是不是有些不妥 爱得罪修是 当然 这种事得做许多周密计划 大业不大 老牛 给小翅 讲讲我们当年的经历 好的好的 这个我在行呢 随后小翅跟着大黑牛前往角落里 参观自己的日记 非洲也快速地向大理的方向驶去 五行非洲上一人一牛一尸站立鹤头上 他们正向着大理的方向驶去 小翅 我们这可是要去大理啊 是的 是的 猪哥 牛哥 我知道 放心 有我们一口饭吃 绝对饿不着你 一同去看看这天下 猪哥 牛哥 我相信你们 既一踏上两位大哥的非洲 我北宫红尸 绝不后悔 如此可叫 小翅不错 跟着大哥前途 可是一片光明 猪哥 牛哥 小翅还有一言 不知可否当讲 讲 其实我觉得 还是有些不妥 我们可以一起 回天断大 他娘的 老牛扁他 天气间又传来凹打 以凄厉的惨叫声 上面那颗神异的树 散发出的围光 倒是明亮了几分 时间一晃两年后 大理火源周 此周火山众多 天地间的火属性灵气 异常旺盛 此时三道身影 向城门走去 他们看着城墙 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惊叹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都看不见我 二弟 四弟 这城墙 牛逼不 牛逼 走 进城 他们蹲坐在墙角边 看着路过来往的行人 显得他们十分凄惨 老牛 小翅 这大理太大了 一切还得从长计议 对对对 猪哥 牛哥 我听你们的 咱们来大理 有几个大目的 大哥你讲 传颂阵之法 进阶化神之法 还有佛教功德之说 顺便学学什么 往生咒 大悲咒之类的 最重要的 还是出海打鱼 顺便打听打听 天河之盼的消息 是的是的 猪哥 牛哥 你们果然是干大事的人啊 就在他们还在商量未来时 一位百姓摇头 扔给了他们几枚铜钱 孩子快去 去买点馒头吃吧 不要饿坏了 华草 泥马 猪哥 牛哥 这东西感觉不错啊 可以买东西吃 这是铜币 人家施舍给我们的 把我们当乞丐了 咱们去那些修士面前乞讨 岂不是能给我们零食 我们不就发财了 咱们大哥 不要面子的吗 牛哥 我就是那么一说 好了 别叽叽歪歪了 走 咱们做传送阵去 牛哥 等等我 前辈 我们三个要去定会中 需要多少零食 六千夏品零食 这么多 不瞒前辈 这是零书商会的定价 晚辈做不得主 还望前辈莫要为难于我 当然 前辈请 传送阵闪烁起一阵剧烈的光芒 眨眼间三道身影就消失在了这里 他们来到定会中 一个风景宜人的小山 上面一座破旧的寺庙 禅音寺 走 进去看看 猪哥 牛哥 小弟认为 此地太过危险 小吃的 谨慎太有道理了 猪哥 你也这样认为吧 所以说 咱们还是回天段 牛哥 不要啊 三位施主 从何方来 从山海中来 路过此处 心中有祸 前来叨扰一番 还望方丈 不要介意 是的是的 施主请问 方丈 我刚看了一番 这寺庙 为何不供奉佛像 这让我们 如何捐香火钱 对啊 我们遇见寺庙 就是缘分 竟然不供奉佛像 不给捐灵时的机会 不是乱我们道心吗 施主并无会根 乃修道之人 为何求佛 看来施主心中 并不是有祸 而是有执念 卧槽 高人啊 什么叫会根 修道为什么 不能求佛 方丈 我也不绕弯子了 我们求佛 只为功德 施主认为 何为功德 为何会来寺庙中求取 做好事 除强服弱 会有功德加深 施主 此乃匡扶世间定义的正义 并无功德 我们曾散尽家财 为街坊邻居 四邻八乡的凡人们 做法事送中 施而不忘道 舍而不屠明 此乃因德 并无功德 功德一说 从不起缘 我大离佛教 施主这一路走来 想必心中已有答案 佛祖也从来不存于寺庙之中 施主 你着相 不可能 老牛 我等修仙多年 岂会因为几句话 就动摇心中所向 当然 这只是老纳的一些捉见 荡不得真 但如此看来 功德并不是两位施主心中的执念 不知老纳说的对否 他们当初从小山村冲出后 功德一说可谓已经贯穿了他们的前半生 执念之身 远超一切 杀猪当初就是随便说说 安慰一下大黑牛 但是后面他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了 两千多年 也逐渐成为了自己的信仰 方丈 刚才言语过激 多有得罪 功德对于我们来说相当重要 两位施主是懂礼之人 老纳方才无心之举 并无坏二位施主 道心之意 还望方丈 为我兄弟俩解惑 何为功德 二位施主所行 皆为善举乃是福德 但与功德所差甚 功德乃是修己身 心形合一 事为功德 大到万千通仙道 各大教派皆有功德一说 多谢方丈点货 施主并不是佛修 老纳就不多谈佛教之事了 方丈 可否在禅音寺多待一些时日 三位施主请随意 禅音寺并无任何忌讳 范望 师父 三位施主若是心中有货 可前来大殿 老纳信愿 三位施主请随我来 范望师父 我们住山里就行 不必给我们安排房间了 寺庙外的山岭中 一人一牛双母威和 一本功德不漂浮在空中 小赤躲在洞里四色发抖的 用神识探测四方 神识探局 寺庙一出小院 竟有两位原因前期修饰 对着一位轻衣男子 汇报着什么情况 啊 这三位很奇怪的感觉 这四秒果然有鬼 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快去告诉两位大叔 不行 他们正在入定 不能随意打扰 只能等待 老牛 看来我们以前 见识有见 对功德的看法 陷入了误区 啊 对对对 但是咱们做的那些事 虽无功德 但那也是有意义的 不必戒怀 是的是的 那方丈也说的对 功德心形合一 修心修起身 并不是带有任何目的 去积累功德 要不然那东西 也不叫功德了 是的是的 老牛 你看这本功德 本就是我们修心的过程 也就自然而然的 产生了功德 所以说 他娘的 我们还是有功德的 大哥牛逼 不愧是大哥 这文化 猪哥牛哥出大事了 快跑 这寺庙有问题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小弟刚才发现 这寺庙里面 竟然有缘婴前妻的人族 还戴着面具 但是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不用多管 猪哥牛哥 这还不好吗 要不了几天 我们就离开 现在心中 还有一点困惑 啊 猪哥牛哥 不是我说 要说安全 还得是天断大 他娘的 老牛 扁他 OK 方丈 三位施主 方丈 我心中 还是有一些困惑 看来 施主已想说出 心中真正的执念 不愧是方丈 施主请说 方丈 功德可否为人转世 啊 爪哥和牛哥 这是什么情况 转世事实了 老那并不涉猎此道 不敢妄言 方丈 不瞒你说 我和老牛 警信国主的 施主认为 佛祖存于何处 佛祖存于心中 我们虽心为 诱道之人 但上天 仙神 诸佛 我们皆有信仰 对对对 但老那认为 佛祖并不存于心中 意义不在寺庙中 而在于这天地之间 佛修应走出寺庙 感悟天地 悟得心中真福 两位施主 着想太深 修仙之人 不必信仰 仙神诸佛 他们本就不存 执念太深 那是给心门 套上加索 世间万物皆空 为其空 便能包容万物 若是抢求 这可能会对 化神之路 有些无力 赶乱方丈 佛祖不存 仙神不存 天道不显 但我被修饰 是否应有敬畏之心 施主不必寄托于贪物 可寄托于本心 仙道长路漫漫 心中自会有答案 方丈大意 老牛 听明白了没 这 为自己本心而修心 对一切保持敬畏之心即可 两千年的执念 似乎在这一瞬间被打破 他们瞬间感觉轻松不少 名误了许多 轮回转世一世 众善应 得善谷 两位施主不必纠结 多谢方丈传道 多谢方丈 看来两位施主 在寺中已找到答案 不知三位施主的下一步行程 是何地 我们准备去往大海 不做什么 就只为打鱼 啊 大海 大海可不是在陆地 应该没人主 追杀我了 施主 老那有一个不情之情 方丈见外了 请说 若是三位施主要踏海外天官 度过天河之后 要是见到一位叫百里总虎的人 就说朗大师约了 好 荒天下之大谬 这个什么天官 天河的 一听就是大凶险之地 祝哥 牛哥 岂会带着我 以身犯险 方丈 我们想修行一门佛法 超度生仙用的 是的是的 这个东西 对我们很关键 方丈 这主物 带请收下 当作交换 不必 三位施主请稍候 方丈一挥手 澎湃的法力在周围样起 一本无字书记 出现在半空之中 整个大殿出现一排台 玄奥的经文区 施主 此超度之法 只有前半步 后半步可根据参悟 自行补充 多谢方丈 谢谢方丈 老牛 小志 跑路 他们瞬间消失在了 禅音寺中 方丈手里被迫 捏住了一个储物带 然而储物带里 竟然有一封信 似乎是留给方丈 施主是有大智慧之人 何必执着于佛道 轮回转世 何人诱人悟透 三人小队在获得 无字天书超度之法后 一路西跑 来到一片荒郊野地 他们围着一棵百年鹤灵树 准备用刚得到的攻防 超度下这棵可怜的鹤灵树 生仙一世 大梦如初 天地归记 定其本行 化归原始 生仙二世 魂牵梦绕 魂归来西 定其三魂 夺其七拓 生仙三世 神魂俱灭 错古扬灰 送到有生仙 这颗百年鹤灵树 果然炸 然而并无目醒 就这么凭空炸 力的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哈哈哈哈 祝哥 这生仙三世 竟如此恐怖 方丈给的佛法 果然不简单 这可是经过大哥改良的 我以为是方丈给的杀招的 小翅 好好跟着我们 有你学的 光是你牛哥的手艺 你可能都得学一辈子 更别提你祝哥了 是的是的 两位大哥真牛逼 走了 佛教事情已了 也算完成了一个心愿 我们接下来干嘛 降机而行 然后准备出海了 好的 祝哥 两个月后 他们彻底离开了大骊佛教石头 祝哥 你看 大海 卧槽 这这么大了 原来大海是这样的 果然比大河恐怖多了 祝哥 这看起来好恐怖 还是回天段 还在等什么 登船 巨型飞舟轰然砸落在海面之中 请客间 宇宙正式启动 乘风破浪 朝着茫茫大海中逝去 老牛 小翅 快 快收干 这鱼太大了 老牛 这绝对有大祸 别逃 忙着呢 给我上来 祝哥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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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半月 他们都在海中打人 小翅也是越来越开了 经常把自己弄得一脸黑 今日 一座无人的岛月 渐渐显露在他们眼前 此道灵气逼人 不在地图之中 此岛乃是无主之地 地图并未标记 四舍五入下 我们当为岛主 对对对 祝哥 这不太好吧 那不然啊 若是有矿脉在此 谁敢前来抢战 当用生鲜三世 送他一场大梦 大哥 牛逼 祝哥威武 小鹤 加速前进 就在此地休息片刻 小智 懂了没 以后无人的地方 根据大哥的四舍五入法则 这都是我们的 两位大哥 果然是干大事的人 你们俩好好跟着大哥混 好事少不了你们的 此时 天穷上 一道道惊人闪过 吓起来飘和大人 那凶陨的海内上 闪烁起五斩森染幽济的鬼中 五所小船渐渐向着海岸巨舟 来 本尾道友 这艘巨舟可否见我们一佣 大哥 这实力不像是金丹气 祝哥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大海好像更加危险 来者不善 不像是讲道理的人 祝哥 咋办了 好吗 小赤 你抱个洞 快躲起来 老牛 此乃真正的大骊鞋修 三位猿鹰中鸡 两位猿鹰前鸡 其余人 全是金丹气 主使 这一人两名兽全是金丹气 确定无疑 那棵树不像是大骊之物 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猎阵 莫要留守 是 鼓作小船的黑袍人从天而起 他们森摆的法力红光 瞬间连为一致 全英灭煞阳阵 以己身为阵影 阵破了王 杀邪修 攒功德 大黑牛化成了一道光影 瞬间冲向他们阵法中去 速度之快 到处都是法力的爆炸声 小赤的神识已经完全看不清 太恐怖了 重哥 牛哥到底适合实力 这些黑袍人也绝不是擅长 无妨 动手 持则生变 那灵兽在守护那位男子 是 火槽 这是什么人物 阁下何人 别废话 今天要么你们生仙 要么本座跑路 本地的道友太没礼貌了 见面就要打劫本座 杀本座兄弟 很不给我们面子啊 这件事恐怕难以善了 准备御敌 是 给老子回路重造 好好想想该如何修仙 道友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原谅 老牛 小赤 护生仙大阵 好的 来了 猪哥 道友 我等是落魂殿的人 道友杀了我们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原谅你是大骊佛祖的事 我们只负责 送你们去见佛祖 动手 送他们大梦一场 血肉苦若 生仙去吧 送出一道友 生仙 所有黑袍人都难道 没有血路飘倒 像是一切都被彻底摁 神魂被超度 灰飞音 哼 老牛 不愧是本座兄弟 一打三拿捏斜修 那必须的 猪哥 牛哥 储物界 我全都捡回来 不过上面都带着进去 我不敢随意打开 我来看看 破尽制 我是专业的 与此同时 茫茫西海中 有一座笼罩在大镇中的岛屿 以为此发男子目楼 滔天愤怒 哪方势力 在针对我落魂殿 同时竟然毁灭我 五位原鹰修士 可恶至极 猪哥 我们发财了 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 如此多的灵虚 还有好多灵药与丹方 我的天啊 这些猿鹰邪修 在这片大海上至少混了千年 这可都是他们的家当 小智 你可知道什么叫除强服务 我被义不容辞了吧 我懂了 猪哥 老牛 我在海图看到各地方 是西海的禁地 说不定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有可能 猪哥 牛哥 有这么多修仙资源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冒险了 然后呢 怎么说 咱们回天断大 啊 此地不宜久留 这些原鹰邪修 也绝不是被小鹤吸引而来 而且这些邪修背后 还有智力 咱们岂能给他们机会 准备跑路 是的是的 没问题 祝哥 半日后 他们正式起冲 他们要前往西海深附近 明月魔朝 乃是上古战场一流之地 无尽修仕与海中 声明都在此地汇聚 大哥 我们要去魔朝吗 那是当然 祝哥 魔朝一听就不是好地方啊 放心 我们自然不是去和这些大骊修仕抢祭园 然后斗法一番的 我们主要去收尸 然后捡捡 储物借累的 大哥牛逼 啊 近海虽然听起来有些唬人 但那里是绝对的无主之地 有危险就跑路 没危险就抛 祝哥 我听你的 老牛 开启阵法 隐匿 好的 巨州刹那间开始轻微腾空 离开海面遗掌 天地无形之力会止周身 渐渐形成一道透明光 这下就安全多了 若是在外面 恐怕用神石都察觉 不到海上竟然有一艘巨州在航行 祝哥 想得太周到了 小翅 好好跟着你祝哥和牛哥混 本座带你入那华神之境 啊 华神 小翅除了胆小 其他的都可以 两位大哥 以后你们去哪 我去哪 出发前往近海 大半年后 在前往近海的大海中全是大船 他们宛若一座山体在一栋 轰轰作响 乘风破浪 驶向西海深入 突然 海中巨浪淘天 一头巨兽在海面下游动 几艘大船 瞬间传来巨州 竟然快要被掀起来 可恶至极 光是近海前路 就不知道有多少危险 这才刚刚开始啊 小姐 切记近海绝不可随意乱传 怎么感觉有人在窥视这里 然而 一艘隐匿在阵法中的巨州 正在全速航行 周围出坐着三道身影 牛哥 好多强者 竟然有这么多羞士 前往近海 难道都跟我们一个想法 先看看吧 至少这些海兽 暂时发现不了老牛的阵法 忽然 远方的海面暴动起来 航路深处变得窝碗茫茫 有几团紫光闪耀 但是 他们竟然带着惊天的沙发之气 里面传来惊人的悸动声 我逃 猪哥 猪哥 咋办 有点恐怖 若魔潮中全是这种攻击 我们就跑路吧 这个行 早点跑路 早点安全 老牛 若是连你阵法 也抵御不住 我们扛着巨州 就跑路 不要有任何犹豫 好的好的 继续前进 大黑牛催动巨州 向着紫棋乌碍 开始缓缓靠近 他们不慌 先研究透彻 再去近海魔潮 这探究紫棋乌碍里神秘的东西 他们三个踩着贺灵术探了而去 猪哥 我们赶紧走吧 这太危险了 老牛 这次记 竟然带着沙发之气 是的是的 应该是近海里的强者 一致实话 莫要触碰 咕咕 什么是一致 就是修士死后 强行留下的志愿吧 依附这次记上面了 好的好的 那我们都要小心点 不愧是近海 真有些邪门 小致呢 嗯 猪哥 牛哥 快救我 救我 可恶 竟敢欺负我小弟 杀猪蓄力一前 轰眼而去大海瞬间沸腿 那沙发之气被硬生生轰成碎末 紫棋渐四散开来 里面被困住了一道意志 像是叹息 又像是解脱 从紫棋中挣脱 最后消散在了天地间 老牛 难道这里困住的是 仙人意识或者灵魂 我也不知道啊 猪哥 牛哥 这里太可怕了 不管了 走 猪哥 回天断吧 回你大爷 去近海 哼 啊 近海无边无际 阴沉沉的天 海面弥漫着浓厚的雾海 这里面有很多上果流下来的战船 同时也残留很多远古遗址 因此很多修士冒险前来探索 而此时 一艘巨舟在此时缓缓驶入近海 他正朝着无人的地方前行 巨舟锁过之处 波澜不惊 小赤 这个汉匪套装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一下子就安全多了 不错 不错 记住 此行只为收尸 给天下修士 一个魂归之地 绝不是来打打杀杀的 啊 对对对 顺便捡捡 储物借累的 猪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老牛 小赤 抛起来 此时 小赤的艳光神石穿透外 看向远方 猪哥 牛哥 前面有东西 像是船 没看见啊 牛哥 你没看见吗 一艘大破船 离我们这还有一段距离 我也没看见啊 小赤的艳光神石 和他们有些不一样 他们修的是灭神之力 小赤的艳光神石 似乎有破网之效 小赤 行了 你还有这能力 猪哥 我就这点神石能力 可以帮到你们就好 不错 本座打小 就看你行 小赤 可以啊 小赤 引路 追上那艘船 好的 猪哥 一炷香后 屋外中突然出现一个庞然大物 模模糊糊糊 朦朦朦朦朦 无声无息地在近海中飘荡 卧槽 就是它 此时 周围传来刺骨的寒雨 一团团紫气一致 正在骨船周围的海面下生透 小赤 你去看看货 老牛 我们抵挡 远古一致 啊 这骨船上说不定有什么远古强者的储物借留下 快去 啊 对对对 猪哥 我呼出去了 如果我死了 请务必把我带回天空 啊 死不了 有我们在 那我先去看看 记得掩护我 傻助于大黑牛运行五行之力 共同抵抗那远古遗址 这紫气无碍四手无穷无几 像是从骨船产生 又像是从海底产生 老牛 送这些前辈归天吧 好的 送出会生仙 念神之力疯狂涌动 散发暗芒击射四方 向着四面八方的一致与紫气而去 这些紫气无碍就被无界暗芒彻底毁灭 不再是被五行之力慢慢分解 老牛 我们超度一下吧 好的 突然 古船内传来一声浩大沉闷的嗡鸣声 整艘古船像是要活过来一般 一道恐怖绝伦的意志 像是在复苏 猪哥 牛哥 快跑 拿到了一枚储物件 卧槽 老牛 小赤 跑路 就在他们刚离开的一瞬间 一到惊天意志开始复苏了 但他似乎并未找到目标 又渐渐陷入寂静 小赤 怎么搞来的 猪哥 这储物件藏得相当深 我在船舱里的一具骷髅手上发现的 里面有骷髅 外围确实有 但是里面 我不敢深入 拿了一枚储物件 就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要复苏了 牛逼啊 小赤 牛哥 这储物件怎么处理 你开戒只是专业的 来 来 给我 这个可以直接开启 储物件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个令牌和一封迅书 战戒营 猪哥 这是什么 对对对 这是什么 像是人族军营的 我也不清楚 老牛 这封信写的是什么 然后信上就写了短短几个字 没有其他 月儿 修仙界前路 大离前路 需要我们 虽然很短 却是带着一股沉重与哀思 哪怕是过了千年 万年 那股情绪也依然能跨过岁月长河 渐渐传导在傻猪脑海中 闻了 大哥被这句话带入情绪了 好 啊 猪哥 饶命 兄弟们 走起 继续抛 小赤 快指路 今天考研三人组 又在近海发现了一艘飘荡的巨州 然而 巨州上面是一个个的大离修士 面色惨白 毫无血色 像是一瞬间北击沙 似乎逝去的年代离现在并不久远 好 非常好 又可以简陋了 接下来怎么行动 小赤 在 把那些修士的储物界全部收走 我和你牛哥掩护你 周到 祝哥 你就放心去 大哥 二哥 帮你抵挡 远古一致 祝哥 牛哥 我去了 自从小赤跟着他们这么多年后 胆子也越来越大 但始终改不了他想回天段大平原的想法 祝哥 牛哥 记得掩护我 老牛 今天这子气 怎么回事 怎么还没冒出来 我也不晓得 走 我们也去那艘船看看 好的好的 小赤呢 祝哥 我在这里 储物界我全部拿到了 都在这里面 小赤 不错呀 越来越有我们这个气质了 干得不错 祝哥 牛哥 东西都拿到了 咱们跑路吧 等下再走 开谈做法 送出为道友生仙 啊 傻猪看着这些一句句肉身的躯窍修士 心中无畏杂陈 因为他感觉自己是最幸运的 长生千年 至少有老牛陪他到现在 而这些修士最终为了资源 与家人生离死别 我们要做个有道德修养的修士 是的是的 两位大哥真是好兴趣啊 各位道友 储物界我们就收下了 动手 他们列阵三方 开始宋经超渡起来 这些惨死的修士面色 渐渐变得祥和起来 身躯渐渐在消散 正是羽化飞泻 远远望去那三道 宋经超渡的黑色深意 在近海中构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 走了 好的好的 猪哥 牛哥 你们果真是干大事的人 老牛本座说得不错吧 咱们来近海 绝对没错 对对对 大哥牛逼 小智 说清楚没有 猪哥 我已经属不来啊 我已经有些顶不住 这天降横财了 如此多的修仙资源 做梦的时候才能拥有 感谢上天保佑 本座如今才名物 何为修仙 猪哥 何为修仙 那是用不完的零食 用不完的修仙资源 这才是修仙了 牛哥 猪哥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你不知道 你猪哥从小山村 是怎么穷过来的 吃饭都要靠村长救计 兄弟们 干活 好的 他们开始忙碌起来 将灵石 灵药 工坊 书籍阵图等分门别类的整理出来 无边无际的近海中 一艘巨舟时不时的船来吵闹起来 就这样他们在魔潮近海中飘荡百年 岭爹的海风中 一艘巨舟在近海中小心翼翼的行驶 突然海面下冲出一头炎鹰前妻的海兽 公子小心 莫及 凶兽目标并不是我们 他叫鱼臣 乃是大骊三大古事家之一 鱼家的天骄 修为金丹后期 此兽 定海里 定海里的猿鹰若是炼花入药 是比裴鹰丹还珍贵的灵药 若是能斩杀此兽 猿鹰大盗那可就能耗走多了 公子 强行动手 可能得不偿尸 最好还是绕路而行 我知道 突然 定海里两天跑响 发出一声撕裂般的惨叫 与此同时 一道黑光斩来 定海里那庞大的身躯 刹那间被斩了两半 一只利爪将尸体抓走 什么东西 公子快走 五哥 怎么了 一威 公子 小姐 请速速回屋内 此时 一艘巨州缓缓从外东驶出 周围竟然还有颗遮天蔽瑞的大树 而树叶还是黑白色 五哥 这是什么 上古战船 还有贺行的 这不是古战船 前辈请楼布 我乃大黎瑜伽之人 可否一谈 人族 什么事 我等只为定海里而来 鱼儿党并无瓜谷 前辈可否将刚那只抓获的定海里卖于我们 我瑜伽定给两位一个满意的价格 不必了 我们不去 不 有传送阵的阵图了 哟 前辈还需要什么 五哥 这种生意都能做吗 不怕黑吃黑吗 这可是我们费尽 千辛万苦斩杀的凶兽 得加钱 对对对 见过前辈 若是带着诚意而来 方可登船 但是 必须你一个人 公子 此事不妥 好 前辈既然抬去 我愚臣愿一人登舟 老牛 你看这人古世家的人 果然好胆量 若是鸡师兄 生在大里 绝不比他们差 是的是的 这三位竟然是凡间土匪装扮 这到底是什么 见过三位前辈 小友 来 阁楼一叙吧 多谢前辈 小辈 我说过 我这只定海里 得加钱 是的是的 我们追踪他好几年了 不知前辈除了传送阵阵图 还需要什么 炼体功法 水灵爵三层 后面的功法 水灵爵 不瞒前辈 水灵爵五层 乃大离竞树 已经不在修士之间流通 此树有伤天河 强修炼到四层者 受不过千年 还有这种说法 前辈 当初几家河等强盛 大离真正的第一修仙世家 但是他们却强修水灵爵 想要逆天改命 逆什么天 改什么命 小子不知 前辈 这水灵爵还是不碰为好 无妨 本作就拿来看看 不会修炼 但恐怕我做不了这个毒 这个我知道 此事体大 定海里也换不来水灵爵 前辈可有莲花摩珊瑚 可是此物 正是 前辈 但我还并未准备交换之物 无妨 这定海里你带走 明年再给我们传送阵图 至于这个莲花摩珊瑚 就等明年来交易吧 多谢前辈 小子明年绝不会让前辈失望 大离三大古修仙世家的人 本作自然信得过 请前辈放心 明年的今日 你们来近海 我会找到你 是 前辈 去吧 多谢各位前辈 告辞 人组 你就走了 我们可没对你做什么 不要记仇恨 前辈 小子来年再来讨扰 啊 猪哥 牛哥 我们赶紧走吧 那个人组 明年还要来的 是的 万一他这次回去搬救兵呢 走了 去我们的老巢 近海中有一座无人岛屿 但里面却毫无灵气 而岛屿有座矿脉 是传送阵必须材料 一星玄石狂 啊 比起在近海中打鱼探险 还是自家岛屿安全啊 啊 给老子挖矿去 你牛哥布置出大型传送阵后 这天下之大 谁能挡我们 呵呵呵 是的 这传送阵的制作方法 我都等了上千年 牛哥 到时候咱们再天断大平原 也不止一个吧 为什么 若是有人追杀 我们直接回天断 祝哥 救我 呵呵呵 老牛 走起 挖一星玄石矿具 好的好的 祝哥 牛哥 等等我 岛屿中心有一个打坑 那暗紫色的石壁上 镶嵌着一块块星点矿石 是一座一星玄石矿脉 已经被他们开采了不少 兄弟们 干活 干活 以后传送阵就靠他了 猪哥 牛哥 我也来了 就这样三位 猿鹰大能在无人岛屿上 开始挖矿 牛哥 咋样 挖矿 我北宫红石是专业的 小智 牛逼啊 想当年 我这双爪子 在天断大平原 不知道挖了多少洞 你两缺货 能不能挖慢一点 本座都快搬不动了 大哥 牛逼 现在真成了 搬砖的娃了 老牛 胆敢嘲笑本座 立法山嬉弃盖世 我逃 啊 猪哥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只是个挖矿的 牛哥 快点挖矿 A座无人岛屿的中心 三道身影不停地挖着矿 因为传送阵的布置 需要这种疑心玄石矿 牛哥 真是富矿啊 这种矿实在大力不支 能卖到多高的价钱 我也不知道 这个得问大哥 咱们不缺 纠线资源了 什么都能买到 为什么还要挖矿呢 对啊 大哥肯定瞒了很多事情 你两二货 赶紧挖 这是天地 给我们的馈赠 不挖完 那是对上天的不尊重 好的 祝哥 老牛 小赤 我们要绝第三尺 一块也不能放过 好的 好的 一年后 海岸边的巨州启航 三道身影站在鹤头之上 目光看向远方 而近海外 一个庞大船队 正在展过批让的纸来 而其中的旗子 正是三大古修仙世家之一 鱼 公子 还是那个方向了 那三位可曾传心观民 没有 到时候他们自然会找到我们 而此行 他身后还多了一位 顺眼惺忪的老者 浑身涌动着面神之力 相当诡异 三天后 两艘巨州相原来最初的位置 当周吧 是 前辈 大胆 谁叫他跟着他 前辈 道友不必惊慌 老朽龙冠子 要想和你身后那人谈一谈 并无恶意 话音刚落 龙冠子先去变巢 他们三个探测过去 那身黑袍法器 绝对超过玄界 竟然连猿鹰修士的神识都能屏蔽 大胆竟然敢用神识 探测我们 匹夫 五行之力疯狂汇止 一道遮天大杖 啥时间改压而来 龙冠子眼眶暴争 体内法力被镇压得快要停止 他浑身涌动灭神之力 一掌抬起爆发暗 约要敌 刚才那法术是什么 这三位也绝不是化神修士 纠仙界的规矩 难道你不懂 胆敢随意探视 不给本座面子 道友恕罪 无心之举 虞臣 你还欠我一些东西 先还了 龙冠子道友 你先等着 我们稍后一谈 无妨 我可以等 二叔 我先过去了 去吧 前辈 小子愿为刚才的举动赔罪 这些都是从秘境中获得的传送阵图 还有一些炼体功法 我不会占你便宜 该是多少 就是多少 这两株莲花磨珊瑚 你拿去 你带来多少 我们按照市场价交易 是 前辈可有无牙古树藤 镇月魔灵精 这两样东西 我瑜伽大量需要 什么都可换 那当然 我们都有 那太好了 前辈 这就是我的诚意 西海玄弓 允玉化脉玄弓 混神金玉开杯玄弓 前辈 里面有水灵诀四层弓法 五层我无法带出 到时可与我二叔一谈 好 有心了 关于灭神法旗的制作办法 小子今后的地位提升 一定给前辈拿到 好 那我们就根据市场来定价 二人就在半空中交易着 而老牛和小吃在五行周内 紧紧盯着龙罐子 小智 依照大哥的习惯 我们要随时准备跑路 牛哥 要是猪哥动起手来 那些金丹气修士就交给我了 稍安勿躁 牛哥 如果我们打不过逃跑的话 请你架着去中 往天断大平原那个方向跑 你又想挨打了吗 啊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他们两也终于完成了交易 二叔 我与前辈的交易已经做完 但是关于水灵诀 与灭神法旗一事 还需您亲自去谈 很好 你先下去吧 龙罐子副手点头 抬头看向那昏沉的天穷 他一感觉到他的本体就要降年了 是 剩下的交给你和前辈谈了 道友 现在可否一谈 我代表着瑜伽而来 你想要的 我瑜伽都可以给到 他双眼威靡 看向朦胧外中 巨州并未离开 但是里面并无声音传络 不知道是在等待什么 既然道友不合一 那老鼠可就不减色了 龙罐子的气势突然变得凌厉 一股狂暴的凌厉 刹那间在天穷上 天穷上渐渐凝聚成了一个玄默 一道带着磅礴法力的光柱 照耀在龙罐子身上 正是本体的到来 龙罐子缓缓从光柱中踏出 而目标正是远方挺好的巨州 幻阵 罗区 竟然早就跑了 这巨州上竟然还有震到大家 真是好大的大 虞尘 找到他们 竟然被人耍了 大爷的 还想因我们 他娘的 虞家龙罐子是吧 兄弟们 这个仇记住了 还是猪哥 想得周到 我们突破化神之时 这老贼若是还活着 偷袭打烂他的牙齿 若是死了 那就抱他全家的粉 对对对 猪哥 要不等大老贼死了 我们去抱粉 这样才安全点 小智 此事从长记忆 他娘的狗贼 本座绝不会放过他 若是真被他阴着了 咱们不知道 要付出何等代价 才能逃离 猪哥说得对 我双手赞成 但是 小弟想多说一句 闭嘴 啊 巨州开始进入最后的枷锁的街道 一瞬间冲过数百里 消失在了海面上 难道身影灰溜溜的 又跑回到了无人岛屿 准备开始他们的传送阵打击 好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 绝对的安全了 没人找到我们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对 猪哥 我听你的 第一 老牛 这些阵图你拿去 毁了就毁掉 好的好的 第二 小智 你帮你牛哥打打下手 传送阵的布置复杂得很 猪哥 没有问题 我一定要把这矿脉挖掉一大半 第三 本作我研究下 这炼体功法 现在开始分头行动 小智跟着老牛去研究阵法和挖掘矿石 沙猪独自一人来到海边 开始浏览起炼体功法 若是炼体大成 随手一击便有莫大威能 哪怕是法力耗尽 也能靠着躯体斩衫 断海 自己的身体就是一珠宝药 沙猪开始彻底沉浸炼体功法中 天洁退去之力根据炼体功法开始运转 游走在身躯各方 它体内爆发出白色为凭 精确炼体 天洁退地 本质上都是天地精气 对躯体的一种滋养 灵气仙道 只是最表面的东西 这炼体功法讲的太牛逼了 不愧是我敬畏的上天 子民沙猪 他继续感悟这些炼体功法 逐字逐句分析 天洁退去之力也在身上缓慢游走 而大黑牛这边也在给传送阵打了一击 小狮则是独自挖起矿来 岛屿上除了轰隆的挖矿生再无其他 牛哥 这是你花费十年做出来的三个小型传送阵吗 对对对 这个是我自创的五行传送阵 五行传送阵 我把天段大沟壑里的灭神石改良成五行石 然后镶嵌在里面 荡成一种媒介 这五行传送阵与普通的传送阵的最大区别就是 不用太消耗材料与灵石 还能通过五行石自行吸收天地五行之气运转 牛哥这牛 来先用个小石头做个实验 小圣子突然在传送到第二个传送阵时轰然炸力 这五行传送之力老是若有若无的存在着分解神光 啊牛哥我去挖矿去了 需要矿石和小弟说一声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怎么解决这五行传送阵的撕扯分解 大黑牛拿出阵图继续分析起来 光阴四剑已受五十在光阴而过 一位笼罩在白盲中的男子缓缓睁力 然而就在他睁眼的那一刹那 他身旁滑过一条条恐怖的电弧 一刀凤道无击的声音左右飘满 牛 牛哥 祝哥 复苏了 我逃 大哥应该又探索到了什么奥妙 怎么会亮出如此步伐 大哥就是大聪明 本座体俏离开 以后就叫五行玄弓 乃本道主所创 大哥 祝哥 二弟 四弟 老牛 牛逼啊 这是五行传送阵 我西门黑牛岂能被阵法难倒 这里面相见的五行石 比灵石还好用 里面的五行之气 用光了还能填充的 牛哥 可是阵法天才 省了不知多少灵石 老牛 阵法不错啊 我先试试 花鱼一落 他刹那间消失在了死 出现在了另一个阵法中 牛逼啊 好快的速度 而且根本感觉不到空间拉扯之力 牛哥 祝哥夸你牛逼了 那必须的 大爷的 老牛 小翅 以后咱们传送 不用花零食了 自己自足 祝哥 我也出了力的啊 小翅 你传送也不给钱 嘿嘿嘿嘿 祝哥 牛哥 咱们再天断大平原 也不至一个 咋样 可以 啊 祝哥牛逼 祝哥威武 小翅 借我一滴精血 好 你用精血做什么 本作已开辟体窍 但是天洁脆体之力 到了我们炼体筑机器的极限 就消耗光了 因为系统力量的加点 终于可以利用起来 与炼体功法的加成 开始成几何倍增长 老牛 本作可能要收集 万灵精血 也可能是万足 啊 万足精血 我要培育一朵 无根精气花 所以需要这万足精血 方法全是从 这些炼体功法总结而来 大哥 果然发现 惊天大秘 我支持你 祝哥 我也支持你 西门黑牛 这是炼体功法 莫要让本作失望 毕竟你这身黑牛皮 只比我差了三分 接受大哥的馈赠 大哥牛逼 小翅 祝哥 慢慢来 不急 本道祖也绝不会亏待于你 待到将来 若有机会 给你逆天改命 换血 你赫哥 那就是被本作单独养育出来的 一切皆有可能 翅 道祖 小翅 小翅 小翅一定紧随 道祖脚步 誓死不悔 小翅 我们挖矿去 老牛 你自行修炼吧 好的 祝哥 好的好的 我去修炼炼体功法 阿珠与小翅分工合作 把这座岛屿绝地三尺 移星玄石矿 都给他们挖得差不多 而此时一道 惊天电光在岛屿闪过 一尊恐怖的血 并沐浴在眉光之中 恐怖的威压散布整个岛屿 祝哥 祝哥 快出来看看 牛哥苏醒了 牛逼啊 老牛 炼体比本作快得多 就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祝哥 牛哥 啥种族的灵术啊 一声又想传遍整个岛屿 大黑牛彻底苏醒 他红红一缩 威势已经在渐渐降低 变化为原来的模样 朝着傻猪与小翅奔跑而去 老牛 我们在这边 牛哥 大哥 四弟 老牛 咋样 感觉还不错 天洁脆体之力也完全利用 不用再压制 浑身舒畅不宜 牛哥 我和祝哥矿脉都挖光了 全是筛选后的 一星全石矿 你看 这袋子里面的 宠物件 全都是矿石鱼 绝对够牛哥 你不传送证了 小翅 不错 现在老牛回来了 兄弟们 方圆石里都给筛查一遍 好的好的 没问题 祝哥 走起 他们分布三处 开始勘探矿外的走向 准备对矿外进行挖掘 一年后 岛屿中心的矿外彻底被他们挖得干干净净 到处都是矿洞 真是发财了 比咱们的灭神师还多 祝哥 牛哥 和你们一起挖东西太爽了 老牛 小翅 在 开始准备绝杀计划 突破化神之时 便是那老贼的死期 那龙罐子到底是什么人 还有那降临的背后之人 必须查清楚了 一个都跑不了 好的好的 知道了 祝哥 他们已经推演多时 怎么让一位化神大能意外陨落 而不是斗法陨落 他们的战场可不会在大里 而是把那老贼强行拉入五星传送阵中 转身千万里送他生兴 牛哥 我们先去把灭神使 转化为五星使 走 瑜伽龙罐子 给粉座等着 此地就是你的藏地 此山乃是瑜伽禁地 老祖闭关之地 闲杂人等若无传道不可见 杀活山的山边发出一阵神光 强横的气息几于令人窒息 一座古墓的大殿险胜时间 于静心 此事你做的不妥 那三位查不到跟脚 可能会给瑜伽带来大祸 你可知 两位兄长有所不知 那三位最多是元英后期修士 却能在近海中横行 三帝实在不想放过这次机会 既然你已经亲自出手 为何连元英七的修士都不能留下不下 实力有些超出我的预料 有震到大家在其内 这我无法算到 大哥 三帝所说不错 有偏大的秘密 但是能在华神手中逃脱的元英修士 这有些难以想象 三帝已经出手 此仇便已结下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让在外的瑜伽子弟小心一些 发现踪迹 我会出手 不能留此大患 那三位相当谨慎 出现的没有一丝苗头 我已经拖了许久的时间 他们也不是普通的元英修士 好了 三帝 你先去渐渐 此事不会这么简单结束 大哥 二哥放心 此事我会全权负责 绝不会给家族带来大货 大哥 若是那近海中的三位突破化神 无妨 此事我会与江家老祖一谈 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是在近海中又如何突破化神 那大哥的意思是 他们必然会走出来 目的地很可能是海外道悬天官 我会传音给仙山那位 到时候他们会帮我们的 半年后 近海魔潮 一艘庞大的巨舟出现在天际 周围守护的大阵闪烁起弹芒 但是并没有发出任何破空的巨像震动声 一边突起 一颗遮天蔽瑞的鹤灵五行术 不断闪烁着光暖 卧槽 小鹤 卧槽 三帝 啊 鹤哥 祝哥 鹤哥是怎么了 小鹤应该是真的要开始觉醒 已经有了自主意识 大哥说得对 我们的三帝就快要出现了 啊 鹤哥这么行 怎么看都不是普通的树啊 天啊 大哥 二哥 三哥 这是什么修仙界 惊天生灵组合 小鹤 做得不错 大哥 你拿斧头 出来干嘛 不好意思 看到鹤灵树 已经习惯 掏出斧头了 鹤灵五行术也是被吓得光芒消灾 稀稀缩缩的发出声音 表达着他的善意 这小鹤好像带着别样的异味 似乎五行仙道 缺少的一条道 小鹤身上隐藏的秘密还得慢慢探索 对对对 猪哥 牛哥 就快要到了 这里已经是近海深处 传送阵准备好了吗 若有一变 我们集体跑路 都准备好了 五行石都布置在州内各处 而他此时出行 正是前往近海深处的 远古秘境之一 奇攻雷脉神山 此山传承着真正的惊天雷法 近海深处 一座神山直插云霄立于海上 宏大无比 天羽上的雷霆之力打起 红隆隆的轰击在神山之上 这里便是近海谋潮的七大远古秘境之一 奇攻雷脉神山 而一艘五行舟停靠在半空中 显得无比微小 卧槽 牛逼啊 猪哥 牛哥 海面上有很多羞事啊 无妨 这等天地奇景 本作也是时候展现一番惊世话迹了 呵呵呵 啊 猪哥 但海面上很多羞事 争先恐后去神山上 小翅 别看了 咱们又不去 什么秘境 啊对对对 咱们不去抢资源 这打打杀杀 哪有欣赏风景重要 先过日子 再谈修仙 我知道了 猪哥 但是要论风景 这近海中 可能就那么几处 但是天断 他娘的老牛 扁他 啊 一炷香后 小吃老实了 安稳的呆在傻猪旁边 看他作画 绝口不提天断大平原 大哥 你怎么画的那么奇怪 大爷的 西门黑牛 你势在质疑 本作画技 没没没 大哥画的确实牛逼 不对啊 猪哥 这雷霆画的不对啊 怎么像一条黑线 这神山怎么像一龟那傻 你敢这么说大哥 大哥的画技 和他戈斗技差不多 啊 小点声 大哥是个体面人 要面子的 你两代体不傻 猪哥 牛哥 再夸你呢 是 好了 本作已经做完话了 兄弟们 去旁 好的好的 他们要横渡过神山 前往剑海的前面 神山周围雷海 一颈 蔓延四方 勇动着滔天的雷霆之力 一艘庞大的温舟 缓缓向神山侧面的伸出石具 海面上所有修饰神色 惊骇地看向辉煌神山的外围 快看天上 神山旁边有黑点 不 是巨州 有修饰要横渡神山 谁敢冒着奇险 真的日了狗 老牛 靠你了 躲避这些雷霆 没问题 我操作的巨州 肯定能安全通过 猪哥 牛哥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到底在找什么 不知道天河之盼 会在那一头吗 鸡师兄 就快要到了 你最后的夙愿 我和老牛 一定完成 不见雷海翻译了 一艘孤舟飘摇在雷霆海中 乘风扩 转瞬千年 眨眼间消失在了这里 近海的尽头是一片光幕隔绝的天地 横跟在近海与天穷中 不知延伸何处 是真正的 矿谷大阵 一艘巨州远远的停靠在海面上 卧槽 老牛 这 这是什么玩意 这矿谷大阵比天断沟壑的阵法 还夸张 能破吗 不知道 这是阵法吗 我感觉我在做梦 傻猪手中缠绕起我的心神光 一掌轰了出去 然而 这局长在接触到大阵号 像是被吞没了一般 什么动静都没传来 连撼动的感觉都没有 这阵法的运转 怎么不是靠着灵力 而且阵眼也绝不在此处 这等格绝天地的伟力 很可能不是现在修士的杰作 但若是要破阵 必须要找到阵眼 但我还没能力 详行破这等矿谷大阵 这应该不是天河之判 没想到这近海的尽头 竟然是如此情况 这海面还在流动 这大阵后面应该还有路 海面下也被隔绝了 没有任何破绽 貌似我们的偷渡计划搁浅了 诸哥 我们在大理的时候 可没听说过什么大阵隔绝 那边不是有个什么千年天官吗 会不会和海外四仙山有关 有点道理 到时候天官开启之日 我们也去看看那天河 是如何倒选的 但是我对这种超级大阵 毫无办法 破不了阵 没事 老牛 慢慢看 慢慢学 牛哥 你是阵地大才 比大理的顶级阵道 大家强波了 我们先找一座岛屿 布置传送阵 然后破阵法的事情 就靠你们了 本错不通 只能为你们护法 好的 好的 诸哥 没问题 巨州再一次起航 他们前往附近的岛屿 暂时的驻地 与此同时 定慧州 缠阴寺 一位眼中闪烁着会忙的老方长 从站在寺庙门口 他身后跟着五位弟子 风采各异 天官开启在即 老那只能尽着绵薄之力 人老了 似乎也等不起他 还望诸位 让老那前往十周润档之地 某处灰红辽阔的大声中 此是因为充满着铁血气息的羞绿情 家长 公子出事 祝他一成 希望静佛大教想点规 我白礼衣服 没那么多时间 和他们玩低端修士的东西 试试加紧 我这就去准备 剑海尽头的附近的一处小岛屿上 三道身影针鬼鬼祟祟的布置中行传送阵 你们两搞快点 到时候还要回大骊一趟 与那些修士一起 渡海看到权天官 好的好的 知道了 祝哥 天官开启之日 是不是有很多修仙资源 听说天官开启 修士们都去斩杀会兽 会兽 智慧兽 寿命的兽 啊 那是什么东西 可能还真不是什么生灵 一切只还是猜测 我们还得去打听打电 知道了 祝哥 你们说近海尽头 那一边会不会是敌人 还有这个矿谷大阵 会不会与天官开启有联系 你们哪里这么多问题 到时候去天官看看就知道了 好好好 赶紧干活 半个月后 中行传送阵一布置完成 距离可穿越雷霆海域 他们也准备离开进海 出发 小赫 准备走了 转化你的生灵气息 赫灵五行术那黑白之夜 开始变得暗淡 直至再无气息 像是隐藏了一切 赫哥 还真是厉害 竟然能转换生灵气息 被收入周中 若我也会这种法术 真是装死一流 谁也发现不了 啊 转化生灵气息个屁 你赫哥本来就是活的 也从来没装死过 小赤你会不会说话 他可是咱们兄弟 不利于团结的话 不要再说 我错了 猪哥 牛哥 赫哥 下不为例 兄弟们走了 他们站在传送阵中心 紧紧挨着一起 五行神光闪烁 他们瞬间消失在了这里 而在近海另一座鱼上 放空中发出璀璨的阵盲 冲天而起 绚丽无比 传送阵中渐渐出现三个虚页 牛逼啊 老牛 真的成了 我多年的梦想 终于实现了 牛哥 这修仙界之大 有了传送阵 岂不认我们驰骋 这谁能抓到我们 到时候我们还要回天 断大平原一趟 在那里布置传送阵 真的吗 祝哥 当然真的 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祝哥 我记得路 我来带路 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干嘛 走了 去西海浮渔去 等待天官开启 走 出发 他们来到海岸旁 剧中发出一声浩大的哄语 开始被阵法催动 朝着西海而去 兄弟们 起航 起航 转眼间就在这净海 待了上百年 这么久了吗 祝哥 牛哥 岁月真是奇妙 修仙界 也真是奇妙 微小的破风声 穿过近海低空 一道光亮传来 一望无际的蓝色 出现在眼帘 晴空万里 爽啊 祝哥 我们出来了 这么快 我还没睡醒了 祝哥 你看 好多瑜伽的船队 他们好像在找人 这么多年了 还在赌我们 他瑜伽是真不怕 我们大开杀戒啊 大哥 要不要把这些大船 全给他悄悄弄沉 祝哥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若是我们动手 说不得那化神修士 就莫名其妙地降临了 小事所说不错 别人也不傻 但是这梁子 我们这两方 是确定截下来了 瑜伽如此行事 那已经不是 个体修士之间的仇怨了 祝哥 我们怎么办 无妨 这里都是些普通修士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真相 按照计划行事吧 冤有头 债有主 不要被冲昏头脑 正中别人下怀 不愧是大哥 果然是老修仙界的人 做事就是稳妥 老牛 传送阵的连通 就交给你了 脚步还有三窟 好的好的 往后的日子 他们流连于大小光 弄得鸡飞狗跳 一直来到西海 某日 一只金丹前妻的金玉碧亚 正在岛上鼓励 到处搜寻利物 三道身影已经埋伏了半月 正在某个地方悠悠地盯着他 兄弟们 动手 德马西亚 小小金玉碧亚 在大哥面前 还不快束手就擒 金玉碧亚万万没想到 自己能被三位元英大能给埋伏 他这是何的何呢 猪哥 怎么处理 小伙子 借你两滴精血 送你一份机缘 小翅 老牛 你们快去交流下 他不一定听得懂 我讲的 怎么样了 大哥 他说没问题 只要不伤他性命 一切好说 最后 金玉碧亚自愿交出两滴精细 傻猪也送上两株 西海的千年零要给他 得了便宜 还不赶紧走 又得到了一族的精血 走起 看海去 好的 猪哥 先用那个缩小版剧舟 免得引人注意 好好好 男子带着两头领手 乘坐一艘小船 时常出现在西海歌手 但不幸的是 他们经常被海水淹没 他娘的又翻船了 猪哥 实在不行 我们把五行飞舟拿出来吧 不行 五行飞舟太大了 太惹人眼 对对对 但我们这个月 都翻了十次船了 忍一忍吧 天光就要开启了 我有个法子 不让小船翻掉 牛哥 你有什么好法子 咱们就依靠这小船划过去 哼 不错 这法子可以 就这样他们三个一手扶着小船 另一只手划着水前行 他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快乐 根本不用法力 半年后 他们来到西海面边休息 老牛 我其实对那会受的血 也挺感兴趣的 啊 猪哥 那可是能误会寿命的东西 这东西可动不得啊 万一寿命断绝怎么办 没错 据这一路打听的消息 会受乃是天地诞生的误会之物 是天地诞生之初的失败物 已不是生灵 被他们斩杀 丢命 杀他们 则减少自己寿命 若要突破华神 若要开辟前路 必斩会寿 能突破华神之人 寿命至少被斩千年 这就为什么 大离休士 前去监关了 啊 我可不敢斩会寿 小翅 无妨 本座自有妙计 是的是的 小翅你不必担心 啊 你们到底有多少寿命 对于他们来说寿命长度 不值一提 而小翅对寿命则是充满恐惧 在天断大平原寿中正前 是他最后的药 小翅想啥了发什么呆 猪哥 我 小翅我们要充满 期待的活下去 是的是的 活下去 积累功德 好的 猪哥 牛哥 大哥 还有这功德转世 是不是真的 功德转世 是必然存在的 我们身后站着仙神诸佛 还有苍天 一直存有敬畏 那些故人我们 定会一一遇见的 好的好的 当然 我们目前的事情 就是等待天官开启 他们有好多的问题 等待去弄清楚 挥兽的来源 天河之盼那条封死的路 还有那旷谷大震等 一个月后 西海岸的后方远空 传来生震九霄的浩大破孔声 一座座庞大如山的战争法器 战解周 险陷苍穹 周上传来雷鼓之声 是若风雷极速无比 思在阳天跑响 啥为惊心 这是百里一族啊 真正的修士大军 我大离的先行者 是他们 戒狱人族战解营的后人 据说上古大战 戒狱生灵全体参战 将那会受驱逐到了天河之盼 他们人族战解营 可是领军人物啊 天官开启之时 必有血战 若是现在都怕了 那也别去了 大纪元自然伴随大风险 我被修士总要有无畏无惧之人 百里大族已迈出第一步 我也要去 一级连连的战鼓咆哮声 远远传之 由远而近 由地而高 光是那威压和气息 几乎凝成食指 让人快置身万丈海底 真的是要卧槽啊 牛逼啊 真的是恐怖如斯 老牛 小翅 调息静气 不要乱了方寸 好的好的 猪哥 我北攻同志 撮出去了 若是我死了 请一定带我回天官 啊 走 出发 等等我 大离 五大骨仙门之一 由骨仙门某个山峰 师尊 天官已快要开启 弟子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已经想好了吗 天河之快 买骨千万岁 获得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弟子已经想好了 总要有人踏上前路 百里一族不曾惧怕 我一不惧 去吧 雷师不会当你前路 只是希望你了解真相后 才能有如此一往无前的信息 师尊 弟子绝不会改变 大离 飞云州 鱼江 五哥 飞不去吗 现在家族资源已经向你倾斜 到原因后期再去 也不迟啊 会受 那可是天地最为误会的东西 根本不是普通修士能对付的 公子 老朽也是这样认为 等下一个千年 再去不迟 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对家族失望 希望在天河之派 能找到我被修士修仙的真正意义 若是我回不来 不用挂念 光子 老朽知道了 恭送公子 大离十万大山中 这里靠近百里一族的足地 守候生震天 以头套庞然大物拔地而起 他们目光看向天穷 由巨兽开口 震动山川 百里问天 千年天官开启 我九华风魔源的子孙们已做好准备 我百里一族的前锋军踏入西海岸就等你们了 是 踏天官 千年血战 就此开始 听吴号令 入传送阵 子孙们 跟随百里一族 前进 在大离西海中 三道深夜 正努力划着小船 向前方修饰集结的地方而去 海面上连绵无尽的战船 连成一片 上面的修饰 静默不语 杀气纵横 这些大离修饰 集结在一起 准备共同前往天河之牌 而此时 西海湾远方 一片黑幕 百里一族 真正的大军到了 为首的正是百里问天 同名整个战戒州 周围甚至还有巨型灵兽 四脚踏空 跟随在战船身后 光是远关纳肉身 就有一种坚不可摧之感 诸葛 那是什么灵兽 那是九华风魔园 上赌异兽 不愧是百里一族 竟然能获得 九华风魔园的勇气 到时候定要 准备一下土特产 去拜访一番九华风魔园 啊 诸葛 这不太逃吧 远方突然一道浩瀚声音 国蝎滚滚大势 冲击死方 诸位到哪 启航踏天关 与海外四仙山的道友会师 在一同前往天河之盘 为我介于生灵开辟前路 白礼衣服的大军 在天际怒吼 探天动地 四面八方 传来磅礴的回荡声 整个海域都为之一颤 出征 天际传来远古的号角声 悠扬且振奋人心 更有战果雷动 汗天动力 天穷上 海面上 一眼看不到边际的战船密密麻麻 如同洪流开始正式扬帆起航 他们先前往海外四仙山 与那里的道友辉蒙 再前往天河之盘 速度至快朝着茫茫大海深处而去 就此一举 生死两茫 西海深处于远天咸街 犹如一块块隆起的蓝色大陆 闪烁着远古般的琉璃瓦光子 拓宽着茫茫无限的空间 而白礼一族带领的大军 已然到达这块海域 诸哥 我们这是到哪了 我们应该跟随到了海外四仙山了 是的是的 我们已经走出西海了 啊 据说这块海域还是是上旋海域 上旋海域 这是什么意思 突然 整个海域猛然震动起来 诸位道理 稳步传身 我们即将进入海外四仙山放火 海平面已经开始倾斜上升 莫要慌乱 此乃尚选海域 整个海平面都在开始倾斜上升 一搜搜战船营面撞击在船天巨蓝之前 无尽修士向前方发出怒吼 卧槽 这就是修仙世界啊 这海平面还可以自动上升 这比我们见过的雷霆海域还要夸张 诸哥 牛哥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太恐怖如此了 跟着大哥混 绝对带你开更多的眼界 诸哥 我们跟海平面上升 会不会掉下去啊 对 有那么点可能 若真是掉下去 那可就丢连丢大了 说不定还要砸到别人 老牛 开启阵法 好的好的 海平面不断上升 也不知上升到河土高度 各大战团都在一点点的加速 冲上道悬海域 一个月 道悬海域之上 有四座灰红仙山远远驻立 满若有生命般的横盾在天地 想要直上九天 俯瞰道悬海域 而在四仙山内的更后方 一座天幕似在道悬 矿谷大阵封天锁地 断绝一切生灵前往后方 匹尼天下 此时 海外四仙山的每座山体中心 都出现了一个屋外大洞 一艘艘庞大战船 从其中缓缓驶出 暴动的灵力惊天 未无戒与生灵撞起 我逃 牛逼 我逃 那后面的封天锁地的矿谷大阵 不就是我们当初遇见的那一座吗 老牛 搞不好 这四座仙山才是矿谷大阵的真正阵眼 很有可能 我也是这么想的 猪哥 牛哥 多快不行了 如此正确 不知那会兽到底有多可怕 真的不枉此行啊 是的是的 我们也终于见识了真正的大场面 此时 两刀身影从天穷上划过 气势之强盛 震惊死风 百里问天 九华道友 多年不见 诸位 多年不见 又到了千年血战之后 这里都是我介遇的好狼 哪怕是助击修士 也当得我百里一族的尊重 不错啊 诸位道友 拍天观吧 我介遇的儿狼早已做好准备 我上古一族自然也做好了准备 这都是我介遇的儿狼啊 那我们开始吧 好了 诸位祖老 开天观 道悬天观开启 连出四座仙山中都爆发出 灰红光柱直冲云霄 背后那横盾在天地的大阵中一动 老牛 小赤 道悬天观就要开启了 是的是的 这场面真的是恐怖如此啊 震天的巨像声从天地间传来 连同四仙山都在发出无边巨人 景象神秘而静 富哥 牛哥快看 大阵竟然就是天河 卧槽 天河道悬 天观竟然是由无边天河组成 啊 不知是有何等伟丽的修士才能 保持出如此大阵 真的是牛啊 666 四面八方都在传来惊呼声 所有修士都伸长了脖子 看向远控天翼 一片片道悬天河在阵华推动下 朝着天际有去 铺天盖地 到处都是海珠道悬 精觉天际 诸位道员 起航 一艘艘战船开始开的 所有战船如同飞蛾扑火一般 都在朝着天观驶去 祝哥 我们还不动身 大家都去天观了 我们又不去 就是来掌掌见识 看看风景的 祝哥 我们不去打仗了 我们和他们终究路不同 能一起走到这里 我已心满意足 对对对 他们可是长生者 长生不管是在哪里 都不会被人接受 何况还是在这种会受敏轻 太过嫌疑 还是看风景好 我还是过祝哥 老牛 战舰岩的令海 已经有了反应 看来近海的那条路 确实和海外四仙山有关 我们还是走 另外一条路偷渡吧 那里应该也开启了 啊 好的 大哥说干啥就干啥 祝哥 我怎么感觉近海偷渡 怎么看都比这里危险啊 老牛 小志 准备传送 十几一道 好的 没问题 祝哥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倒悬天官之外 有一老鱼战 手持一面黑色古镜 私在查找什么 欲为子 你这样做 本座不如 本天道友 老生受瑜伽所托 寻找三位元婴后期的修士 只需要烙焰他们的神石气息 绝不会阻拦他们渡天官 这是你们的私人恩怨 但本座不希望在千年天官之行 在这里除非 你是尚不忽 希望你能为自己的 莫要你施压人 自然 老生绝不会做多余的事 只是还瑜伽一个人情 希望如此 老牛怎么样了 好了 好了 走起 大黑牛一挥牛体 船体真正发出一阵黑光 整个小船 就是传送阵的在场 一声巨响传来 骤然间消失在上旋海 老牛 牛逼啊 阵法造诣 已经有些超乎我的想象 牛哥 你真的越来越牛了 见笑了 见笑了 我们已经到了近海了 下一站近海尽头 走起 好的 猪哥 牛哥 我北部不是 我 小赤话还未说完 就被传送着 强行传送 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站了 好 兄弟们 拿出小鹤登船 抛渡天官 开始 好的 猪哥 三日后 他们驾着小鹤 又来到了近海近海 他们神色正重看向天鹅 那横跟在天地间的光芒 依旧是封闭状态 似乎不是与道玄天关联的一体 大爷的 蹲了这么久 还是出现意外 这绝对是与海外四仙山相连的 我能感觉得到 那就好 老牛 现在只能靠你了 好 没有问题 破阵吧 大黑牛轰然起身 一声又响 震动四海 随后祭出了那块战警令牌 五行之力 惯动起身 令牌发出惊天轰鸣 朝着那道光芒 快速飞去 此乃破阵关键 就在令牌接触大阵的暴战 破阵一触 浮光万能 大黑牛脚下爆发神 一道巨型阵法轮盘 嗡给一声出现 以自身为阵 一牛成阵 对抗矿谷大阵的破阵 西门黑牛 厉害 啊 牛哥 看你这么憨厚老实 没想到这么厉害 五行破禁术 而那一边 令牌彻底被激发 整个矿谷大阵都是一阵 发出夺目璀璨的万丈紫金色光芒 一道金光撕开了天雨 朝着黑海投射而下 绝世矿谷大阵 被大黑牛朝着破阵 硬生生轰开了一条路 破槽 破槽啊 不愧是本座兄弟 有点东西 啊 老牛 牛逼啊 必须的 好 兄弟们 走 上战场 杀会兽 好 牛哥 牛哥 就在此时 赫灵五行速爆发出真正的神盲 整棵树的力量灌注在周身 一股厚重之力 朝着金光通道而去 此去遇死 掌会兽 土泉水 终于 会兽的天命克星即将到达界域 看到汉匪身影驾的赫灵五行舟 终于来到界域战场 这里像是被天地隔绝出来的域外 老牛 若是我们不敌会兽 我们就先跑 若是这会兽不行 那我们可要大开杀戒了 不知会有多少功德 哈哈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那我这次就放开的打 啊 小赤 此战 你莫要参与 与小赫一起待在周上 猪哥 牛哥 你们放心 小弟绝不添乱 大会兽若是有处不见 周师的事情就交给小弟来吧 好的 可以可以 这个是你的老本行 而此时远方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陆地 那里没有参天的果木 也没有兽猴声传来 也更无 生灵的气息 接于战场 黑土大地 这好像不对啊 我们在这里蹲了这么久 怎么什么也没看到 是的 会兽的 这里毛都没有一根 只有那阴寒的气息 在不断侵蚀四方 不过这里的情况 还没有天段大沟壳夸张 至少能带人 老牛提高戒备 要是跑来一大堆 什么原因化神器的会兽 那笑话可就闹大了 好的好的 突然 集团黑乎乎的东西 从他们头顶书笔出现 带着三人杀鸡 似乎隐父已久 卧槽 这就是会兽吗 应该是的 老牛 无防 四个住机器的会兽 话比 这四个住机器的会兽 也是愣口轻 竟然朝着 修饰发起进阵 你是 这会兽这么勇的吗 助机会兽竟敢向猿鹰修饰挑衅 我也不知道 真的是无畏无惧 老牛 感觉怎么样 兽命倒是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损失 只是他们死亡时 那股阴寒之气 强行不提 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 转化为了神石之力 那我就放心了 这会兽果然不能缩减 我们的寿命 不过这会兽 也太不要命了吧 老牛 又可大意 这是真正不怕死的鬼东西 好的好的 不过这神石增长的感觉 挺舒服的 牛哥 宿哥 你们没事吧 小智你就放心 我西门黑牛是谁 啊 这下不知道 牛哥被斩了多少寿命 老牛 我知道了 你知道啥了 大理修士 前来斩杀会兽 就是用寿命 换神石 突破境界 境界增售换前路的探索 探索又不得不用一代又一代的修士 前去斩杀会兽 这方界域 还真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大哥说的对 分析的有道理 突然 他们前方的黑图大地上 阴风缭缭的速度越来越快 空气中到处都是惊人的波动 一个个会兽终于呼吸 他们感觉到了声音的气息 而他们目标只有一个 那便是海岸上的那艘巨舟 老牛 守护好巨舟 我来赶他们 好的 富哥加油 你们自己小心点 会兽 吃我一记 亏了百年的开生 孤光爆发璀璨的黑芒 那股威势像是有 卓力达万军的冲击力 重重撞达在黑图大 哼 都是些小卡拉米 精养之术 一道接一道的银射火球 从后方出效 红光运照黑图大 轰隆地砸向地面 开手无差别攻击 牛逼 大哥 果然牛逼 啊 猪哥 原来这 这么强大啊 哈哈哈哈 傻猪的神识在缓慢增长 境界的瓶颈终于松动 然而 这灰兽像是斩杀不完 无数的灰兽 无尽的有来 他娘的 这灰兽怎么产生的 杀得完吗 老牛 干嘛 有啥吩咐 一起开杀 把这一片区域的灰兽 给他杀绝 别管他那么多 先到华神再说 好的好的 大黑牛背着黑棺 与傻猪一起冲入灰兽群中 两道黑影沙发之气惊天 真免哄响之声 赫哥 我们就老实的在这里接应 千万别去添乱 这界域战场 说不得有什么更恐怖的灰兽 要是猪哥 牛哥不敌 我们接应上就跑 老牛 可爽 爽 小小灰兽 也敢在我们长生者面前 翻门弄谱 怕对对对 老牛 继续 渣 好的 他们化为一道流光 周如闪电 在灰兽群里 叛数窗 所不知数寸数 杀得灰兽血流白 这是生命与非生命的大战 啊 猪哥 牛哥 终于点寿命啊 不行 我要来帮你们 与你们一起分分寿命 灰兽 我北攻红尸 与 啊 我们的寿命 无需担心 关于灰兽 我和你牛哥 早已找到克制之法 小致 不必你操心 没问题 猪哥 那我就放心了 某处不前眼的海岸墓地 那是一片雀然的石山邪海 两道身影站立在石山之上 眼谈深邃 无景无波 老牛 我们在这里 已经斩杀了一年的灰兽了 是的 如今 这里灰兽 已经被我们斩绝了 但是到现在 还不知道他们的来源 不知道天河之盼 还有多少灰兽 是的 是的 这一年来 我们的神石增长了不少 如今 我们体内的翘雪 已经全开 是时候 去突破化神了 是时候了 老牛 还是我先来吧 不知道天杰在这界狱战场 会有何异变 金魔大杰估计 也与炼心杰差不多 大哥 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的强大 不是当初能比的 好好好 我听你的 西门黑牛 莫要小看本道主 区区化神小杰 谁能挡我 大哥小心 即使已到 还望上天 诸神仙火保佑 给本座一个面子 是的 是的 莫要不失抬举 随即大黑牛 逃出小谷 敲打起来 为傻猪 祈福成功 突破化神 而小吃还爬拉在树下 目不转睛地 看着罪人处的傻猪 啊 猪哥 要去突破了 猪哥 到底是什么种族的 他们那些法术 也不是用灵 灵力 那怎么修炼 那怎么突破 而地面此时也在发出光明 更远出了几座高山 皆是在发出共振 带着一股磅礼灵力之气 还请上天降下四股 驻本座 登陵化神大道 伴随这道声音响起 大地狂风骤起 如同滔天洪流席卷四方 黑扑大地 他们中心 蔓延出了辐射状的巨大力气 无间黑暗的高空 渐渐出现了一股滔天恐怖的怒猪 啊 猪哥 这怎么回事 怎么这次情况 有些大不对劲 和普通的天洁不一样 啊 牛 牛哥 赶紧做法 祈求上天的保佑 我们是好人 小赤与大黑牛又逃出吃饭的家伙 开始真心祈祷 远方 天雨 地面 有无尽电弧凭空出现 蔓延向四面八方 雷鸣乍响 相当鼎盛 卧槽 天洁怎么还有地洁 稳住心态 还有心魔大姐 不能乱了方寸 天雨上雷尺汇聚 化为了浩打无边的雷海 那滚动的雷霆 无边的愤怒 天 地 人 三级将军 煞时 他瞳孔一缩 心神强行被天界迁图 渐渐开手焕散 天地模糊 混沌不清 我怎么感觉 我已经昏睡了很久 好像还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这是哪 傻猪师兄 你终于醒了 你都昏迷三年了 我长生了 老牛 咦 老牛是谁 哎 什么长生啊 傻猪师兄 这种梦 我都做过千八百回了 谁不想长生呀 你还记得 你是怎么昏迷的吗 我已经记不清了 你是 师兄 你是不是被打傻了 什么都忘记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是王宣师妹 原因终其修为 想起来了就好 你还记得 我们宗门内百年大比 那储重好生不讲道理 竟然隐藏了一个大境界 用化神修为与我们对战 他随手一击 就把你打得蹊跷生烟 直接昏死 对对对 可恶至极 老子的开山府呢 去跟子聊 讲讲道理 师兄 别动怒 啊 我在说什么 傻猪师兄怎么醒来后 跟魔症了似的 难道有邪魔入侵了他的心神 傻猪师弟啊 你终于醒了 师兄有罪 特来赎罪啊 见过储重师兄 见过储重师兄 储重身上背着赫灵树枝条 相当粗壮 来给傻猪复精请罪 我是真没想到随意出手 就是师弟承受的极限 一击怎么可能打昏迷了整整三年 傻猪一个恍惚 他们的面容都在变模糊 他突然看见了一艘举手 就那么横跟在天地虚空中 里面有座阁楼 相当普通 可谓平平无奇 阁楼屋檐上 一位黑群女子高贵华丽 她正是狗叫教主 南宫鹤灵 而旁边站立一位平凡不已的男子 看不清面容 身旁还站着一头大黑牛 但是她双眸却有些木闹 大哥 她醒了 好的 老牛 走了 教主竟然叫人大哥 那个男子是谁 老牛 那头大黑牛 绝对不是我梦中那个 为什么 我会看见这一切 我就是一位普通弟子 傻猪 我已等你许久 见过教主 见过前辈 你且听我说 不用多想 这话也并不是说给你听 是 前辈 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时间长河中还有无数傻猪 长生不过是在走向寂灭 无可逃脱 我们身处于囚龙之中 而你就是唯一的切入点 可以和时间长河的傻猪联系的切入点 这是轮回无数次找到破绽 什么 什么意思 长生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也根本死不掉 破局的关键就在于黑牛之中 这是时间长河中的傻猪 在走向寂灭之时 唯一贡献的力量 凝聚另外一个长生中 那教主呢 不得长生 终究会死 他会死在寂灭之前 救赎之道 接在轮回中 前辈 我需要做什么 走向寂灭之时 记得贡献一分力量 到时间长河中 大黑牛会一代一代 变得越来越强 终会有傻猪真正走出来 是 回去吧 长生亦是寂灭 毫无意义 只能寄托于下一个轮回 莫要让我们失望 轮回 什么是轮回 老牛 老牛呢 傻猪面色越来越痛苦 一变惊喜 放你娘的狗屁 本盗族傻猪 可是需要你们来指手画脚了 金魔 你们确实不错 但破绽太多 轮回转世 本作从来不信 不过是骗自己 与老牛的 什么 你竟然自己骗自己 三道身影 感觉一场心计 就连面容都在发生变化 他们身躯一会 凝聚成了三盘紫色的光影 不断浮动 你 你竟然有两面人格 哈哈哈哈 南宫鹤灵 你们不过是在 推演未来无数可能中的某一种 想让我彻底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实 因为我看不见未来 若是老子 刚才真老是回去了 说不得 还真着了你们的道 以为是未来的傻猪 在帮助自己破心魔 但是 这一路走来 你们看见的我 或许只是我想让你们看见的 你们从一开始变错了 也根本不了解真正的我 金魔大姐 果然远超想象 很不错 这是三道光影 身躯在一点点消失 呵 就这 监狱战场中 天雷滚滚 雷霆击碎如今黑暗 一道身影沐浴在雷海中 雷虎闪过他的全身 贯穿天地的雷霆骤然砸响 一道庞大柔和的天结脆体之力涌入体内 若隐若现的体翘正在疯狂吸收 卧槽 感谢上天的馈赠 真他娘的痛啊 呵呵 这才是真实 这才是本作想要的长生 牛哥 猪哥还活着 是的是的 这就是大哥 天结也无可奈何 大哥牛逼 一股磅礴无边的恐怖法力正在激动 天地之间的雷霆正在被他们疯狂吸收 原因越发凝视 渐渐开始疯 无尽的天结脆体之力被傻住疯狂吸食 一旁的小吃和大黑牛看向空中的那道静里的身影 满眼激动与震撼 大哥终于成功了 远方 浩大无尽的狂风从杀猪中心引现 杀猪面带微笑 看向一旁的大黑牛和小吃 老牛 大哥 你们莫要过来让本作静一会儿 到时候有你们好果子吃 好的 大哥 啊 有好果子吃 那不是要收拾我们吗 这次天结脆体之力实在太多 只能无奈收下 以现在的战力 这大理恐怕很难有人能留下我 瑜伽的事也该要有个结果了 他随手一挥 一座被打磨已久的鹤灵树墨碑 出现在大地上 龙罐子之木 啊 大哥虽然为人和善 但记仇也是真记仇啊 长生点这步终于打破 对身体的一切加成也变得越来越恐怖 虽然本作出入化神 但是就算化神中期来了 可能也有点不够看 想到这 他拿出五本小册子 将它们铺在空中 太多没想通的东西 现在思路都在变得清晰 心魔大劫 那 看了一切 都是推演 为何小智并不在那 心魔大劫的效果真有如此恐怖吗 还有 小鹤竟然是女的 怎么可能 竖可是没有性别的 你们这些心魔也是乱搞啊 毕竟谁能看到未来 老牛 小赤 本作已经突破化神 真正的天地强者 化神大能 恭喜大哥 大哥果然牛逼 啊 祝哥牛逼 虽然本作出入化神 但是就算化神中期来了 可能也有点不够我看的 本作能感觉到了天地元气 就像是天地骨骼一样的东西 真正感悟到了 何为天地伟丽 山川大河 皆有元气 门气 化神修是以灵气为介质 化元气为己用 一招引动天地之力 我们以前都是 以五行之气为介质 引动天地元气 祝哥 你刚刚把那五本小厕子 烧掉干嘛 本作本来想记录 切炼心结的心得的 把化神录给老牛铺好的 什么 但是这心魔应该如何从外界破局 自身苏醒的可能性太小 老牛 你好自为之吧 千万别陷入青天大老爷的心魔 我逃 啊 有哥 大哥 天杰 天道 心魔 真的有这些东西吗 老牛 天杰 就是万物愿力 内心最深处 最无益的憎恶 集合而成 天道就是万物的意志 每一株草 每一滴水 皆是天道意念 众生皆为天道 互不影响 视为志工 大黑牛和小吃听得一人 而傻猪似乎真正的释然了一样 心底的枷锁彻底打破 带着一股自由的气息 兄弟们 我们是自由的 对对对 大哥说的都对 祝哥 那是必须的 牛哥 一定可以突破化神的 正 大哥 还没出来吗 祝哥都在歌楼里 写了一个月的什么东西 老牛 这是心魔大劫的 一切准备方法 此劫相当凶险 可能你本来的意志 都会沉睡 这么恐怖吗 多谢大哥自服 大黑牛正宗地接过小册 开始翻看起来 老牛 事件一有轮回 但更应把握现在 我们的现在 就是无数人的轮回 大梦千秋 为我们长存 是为真我唯一 大哥 这里面写得太好了 曹 你有没有听我讲 大哥你讲 不管你在心魔幻境中 经历了什么 大哥都在这里等你 未来的路还长 好的好的 快去吧 香坛本作给你摆好了 别给老子 安生叹记得 西门黑牛今天终于要杜绝化身 四周早已经摆好相谈 我乃西门黑牛 望竹天神佛给我个面子 老牛 开神窍吧 不要再压制 杜绝去吧 啊 牛哥 你是最牛逼的 老牛 若化身成功 本作带你找小母牛 我早已心念通达了 猪哥 小母牛是用来干嘛的 这就得问你牛哥了 啊 而此时 那种恐怖的天威又要开始降临 雷海开始在天月汇聚 与傻猪的情况一模一样 一个庞大的精神没停 朝着大黑牛正在门去 大黑牛瞳孔也渐渐变得涣散 被拉了心魔幻境中 大胆傻猪 竟敢和此牛袍他人祖坟 犯下十恶不赦之罪 饶不得你 大人冤枉啊 真的冤枉啊 发配边疆 做十年苦力 大人冤枉啊 第二日他们开始被压往踏上边疆之路 真正的苦寒之地 他们就没听说过有人能回来 老牛 跟着在我后面 千万别走丢了 你到哪 我就到哪 老牛 跟着我真的是 苦了你了 后来的日子里 他与傻猪一同修筑城墙 哪只傻猪力打如牛 天生神力 十六块腹肌 神通人情事故 会讲道理 五年后 他竟然还坐上了苦力头子的位置 走到那水感不尊敬地称呼一声主歌 老牛 你看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千万别被官兵看到了 要不然就要挨打了 来来 一起吃 放心 我和张哥他们一起吃过了 你白天烫东西 累得紧 多吃点 好的好的 老牛 听说两国就要交战了 不然也不会让我们天天修筑城墙 真的吗 老牛 放心 我天生神力 再过五年 我们就能回乡下了 好好好 我们早点回家 老牛 赶紧吃 好的 好的 两年后 两国交战 炮汇云被将士们驱赶上前 踏入战场 傻猪骑在大黑牛身上 身躯扑匐 向前冲锋 他们国家大事 那些将军们高唱赞歌 举国同情 大赦天下 他们彻底回归自由 傻猪年过三世 已到中年 已经续写了一撮黑胡子 他们四海为家 去到了一座新城 做起了小摊反 不敢再做没法乱进的事 免得被青天大佬也镇压 老牛 快给客官找铜钱 莫要耽误别人时间 好的 老牛 要是我们赚多了 今后定要买一块地皮 再建一个大院养老 好的好的 你是最聪明的 然而 七年时间匆匆而过 修仙界大战 杀猪与大黑牛 跟着百姓疯狂跑路 老牛 快跑 仙人大战啊 保命要紧 赶紧跑 我们的养老的计划 要破灭了 还是赶紧跑 一年后 这一路逃难 面孔早已保经风霜 没想到了最后 他们还是身无分文 只是还有些肉干在身上 来 老牛 你先吃 那你呢 我没事 好像不管经历过什么 杀猪永远都是乐观的模样 从不换得换尸 我现在还毅然健壮 回乡下去 种田也是可以的 老牛 走 我们回小山村 好的 后面的日子 他们回到了小山村 靠着一棵老鹤零鼠 建了个茅草 日子一天天过去 岁月无痕 却在傻猪的脸上 刻上一道又一道的印记 他老了 大黑牛把家里的重火 全过包了 不能让傻猪受伤 只有这样 他肯定就不会死 能一直像他这样保持活力 但是傻猪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虚弱 一天比一天勾楼 就连行动也不如从前 大黑牛每天都会独自外出 给他找寻草药 只是希望傻猪能抗住身体的衰了 又是五年春秋 今日 天已经有限了 茅草屋外的老鹤零树掉落荒叶 弥漫着腐朽潇洒的气息 带着七青 孤寂 傻猪躺在床榻上已经快不行了 大黑牛叼着几株草药回来 种种落在地上 老牛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就是今后的路不能陪你走下去了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最后一顿饭了 我不吃 你先吃 老牛 你先吃 大黑牛正住了 他第一次拒绝了傻猪 没有再听他的话 他一下冲了出去 三日后 小山村响起所骂 傻猪离世 一群台关队伍走在崎岳的路上 傻猪静悄悄的走了 走在一个秋高气爽 风和日历的午后 大黑牛站在一个小山坡上 他浑身伤痕 还在低行 嘴里叼着一株药草 他远远地看着那送葬队伍 目不转睛 大黑牛湿润了眼眶 这个世界上是有仙人的 我要求先问道 复活你 在一个月黑黑牛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头黑牛悄悄地来到一块坟地前 佛祖保佑 大哥 今天 小弟前来抱你的坟 带你求先问道 让你重返阳间 随机大黑牛超出家伙 开始挖掘傻猪猪的坟底 不疑惑的功夫 傻猪的棺材板都给先飞了 大哥我牛逼过 走 带你去寻找仙人 一头黑牛背着一副黑棺 独自行走天下 他游走在各大修仙境 潜心修仙 只为了复活黑棺棺中之人 他今日来到一座小山坡上 微风吹过 万物轻浮 就像回到了当初 大黑牛失神地看着远方 身旁一座黑棺与他长板 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 大哥你是来接我的吗 轮回 世间根本没有轮回 轮回就是一场骗局 修仙界的大骗局 天地的大骗局 大黑牛倒心正在一寸寸崩裂 天地间都是纪念的气息 他真的累了 长生毫无意义 突然 他头痛欲裂 心虎一股强烈的激动气息在复苏 老牛不管你在新魔幻境中经历了什么 大哥都在这里等你 未来的路还长 我逃 何方数字 安敢回我道心 差点被你骗过去 这是为什么你的本体还会复苏 明明都走到了最后一步 你这个大哥是假的 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竟然没有骂过自己一句 你经历如此之多 竟然还相信轮回 大哥说有 那就肯定有 你妄想 破灭我的道心 让我彻底沉沦 在新魔大劫中 走向寂灭 不可能 新魔在你助击之时 就已种下 傻度与轮回 才是你心中最大执念 绝不会错 大哥的神韵 岂是小小新魔 能幻化出来的 天地破灭 日月凝落 一片混沌 介于战场 天地结已过 霞光已逝 离大黑牛渡劫之日 已是五天而过 祝哥 牛哥浑身 充满寂灭的气息 像是永远也不会醒来 无妨 我们就在这里等他 区区心魔节罢了 我已推演到 一切情况 心魔必备本作算计 可不要小看你牛哥啊 好的 祝哥 牛哥 我相信你们俩 就在此时 惊变大气 一股恐怖的气势 漠然在天地间升起 寂灭的气息正在消失 逐渐变成了 化神大龙的气息 一道霸裂的牛小声 响车在四面八方 浩荡无际 大黑牛彻底苏醒 老牛 牛哥 大哥 小智 牛哥 你终于醒来了 是的是的 老牛 你他娘的 你把本作的坟头了 还把棺材板都掀了 我逃 大哥 等等 那是梦 千万别介意 鸡门黑牛 给本作子 啊 三天后 巨肘也开向 介义战场更深处 他们站在屋檐上 大黑牛向他们讲述了 在心魔中所经历的 原来如此 老牛 这心魔大劫 果然是经历一些事情 是的是的 就像是一场大梦 牛哥 没想到这心魔大劫 如此恐怖 大哥 你的心魔大劫 经历了什么 还没跟我们讲了 哇 和你们一起 种田去了 咱们都在 还是老牛的比较凶险 所以我苏醒的比较快 猪哥 还有我吗 那岂不是 我们大家都还在一起 当然 你就是我村里的 变异大红狗 还是本作救了你 啊 傻猪没遇见 隐含一丝优似 令人看不透 他眼底的情绪 应该是我想的太多 徒增烦恼 猪哥 你说什么 没事 我没说啥 接下来 我们去哪里 老牛 小赤 走 向监狱战场 深处进发 年后 三道师影驾着五行非洲 来到监狱战场深处 然而 监狱深处一个足足有五百丈的 慧兽助力大帝 气势滔天 背后是一座灰红黑山 比他还要更为高档 足以让人头皮发麻 人族生灵 你们竟然敢来死地 啊 慧兽竟然能说话 不愧是华神前妻慧兽 有点东西 华神慧兽 我们已找你许久了 没想到还真有 慧兽 本作很好奇 你们到底怎么来的 攻网大势的路在哪 我们可以谈谈 狂妄 以斩杀无如此多的同类 而等寿命还有几个 生灵就该毁灭 你们不该长存 诸哥 他们果然还是一个德行 将不通道理 大哥 让我来目展辞鸟 老牛 不必让本作去会会他 你这迈向还可以 你们都该死 你们都得死 无意生灵可在寿命大劫中逃脱 不愧是华神慧兽 竟然毫发无所 再斩 华神慧兽 既然依旧毫发无所 都没有害过太子 只是想拿你试试 防御之力罢了 人族 你敢斩我 杀了我将有斩兽 英国 至少失授上千年 难道你想与我同归于尽 一道精神黑盲滑破黑暗 华神慧兽连同黑服大地都被同时溢掌 一道寻微广阔的大沟河出现 就连天地元气都无法修复 远方 这座不知一历多久岁的辉煌黑山 无尽的阴寒之气朝四面八方狂流 惊天动地 而高空中的傻猪 不经意间打了个冷颤 卧槽 这神识提升得有点猛啊 会兽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 刘哥 这黑山的阴寒气息太浓郁了 和空气中的不一样啊 是的吗 这好像是另一种灵脉 小赤的燕光神识一处碰上去 瞬间一变 卧槽 刘哥 有用 有用啊 刘哥 这个黑山的阴寒气息 可以通过灭神识来提升我的神识 真的吗 那你也能化神了 啊 是的 诸哥 大哥 你快来 怎么了 这黑山的阴寒气息可以提升小赤神识 是的 诸哥 那等于小赤也可以化神了 是的 是的 那太好了 总算是找到办法了 诸哥 牛哥 怎么了 如果是我能突破化神 我们回天段 他娘的老牛给我弄贬资料 没想到找这个化神会兽测试下现在的战力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大哥 打完了 收工 啊 我们接下来干嘛 老牛 找个地方布置传送阵 准备回去收拾那龙罐子 好的好的 到时候还得回去看看武运松那几个小家伙 然后再去跟那北京的灵兽讲讲道理 好 诸哥 我都听你的 为了寻找龙罐子的下落 傻猪假扮一名瑜伽侍卫 在档摩山到处寻山 蹲顶 他娘的老牛 小吃你二人 先去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到时候方便施法抓他压的 好的 诸哥 那你呢 你懂什么 大哥肯定有什么大事要做 不 我还没想好干嘛 先去买个橘子 解解可 你二人快出发吧 好的好的 啊 老哥 这可是修仙者带的地方 他们还能让你种植橘子 这仙人有仙人的活法 咱们凡人也得有凡人的活法 这里仙人可不禁止我们前来 原来如此 看来老哥你这生意相当好啊 小哥你不知道 我们村里就靠卖这橘子 那是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老哥 你这橘子我全买了 我还有几位兄弟 他们胃口大得很 到时候给他们尝尝 好好 多谢小哥了 但这么多橘子小哥 你怎么带走啊 这个你就不必担心了 小哥修仙者 小哥 那我就先回去了 今天多谢你了 好 老哥 有缘我再来买橘子 而这一幕正被高空中的 于静心尽收眼底 于家居然还有隐藏秀为的弟子 卧槽 这位道友偶然路过 前来叨扰一番 不知可否同行 华神大能 买个橘子 遇见华神奇修士 这是什么 滔天运记 求之不得 不知道有事于家哪一带子弟 在下于仙凡 在下傻助 我并不是于家人 是一位侍卫 前一月在一头尸腰下 救了于家人 原来如此 不知助兄如何看待修仙者与凡人 没什么区别吧 都是人 我普通人出身 身份从来都不高贵 在下一直觉得凡间 要比修仙界好得多 这点倒是没毛病 这个世界的百姓 可相当淳朴 做人也厚道 就连江湖中人 也带着侠气 当然百玄门除外 凡人羡慕先人 先人何尝又不羡慕凡人 卧槽 这兄弟有故事啊 各自有各自的精彩吧 今日与助兄一续 甚是开心 俺也一样 那好 改日与助兄畅聊 后面的日子 傻助依旧老实认知 在于家不断打探 关于龙贯子的消息 两月后 遇下一座小群中 于静心于傻助相约唱了 他们想是多年不见的志愿 助兄这样的人 在下不是很相信 你会屈居于此 于兄说笑了 我们这种伞修 光是活着 就已经用尽了全力 两月来 看来助兄早已知道我的身份 于家老祖 已经有许多人都在谈论 说我走了大运 不知助兄来于家有何目的 我也可以帮助一二 不过说实话 于兄倒是很合我胃口 看来我们的相遇是一场必然 世间从来就没有巧合 于家有三组 但是将神一数 也只有于家第三组会 并且还培养了一位 叫龙贯子的身外化身 助兄是那位静海修士 呵呵 缘分真是妙不可言 我傻助修仙多年 还是第一次 看错一个人 真是人心不补 此地是我于家助弟 你已经逃脱不掉 哪怕你是化神修士 一声震响 周围大阵生疼 一股浩荡无匹的气势 如山红爆发 于静心手心凝聚起一盘光芒 形成一个玄奥图案 笼罩四周 助兄 束手就擒吧 我不会杀你 此阵 我已准备多年 就是为了等你 但是我会杀你 说完只见傻毒浑身充斥雷光 全身立刻涌现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 弥漫天地 傻猪 你到底是什么人 莫要废话杀你的人 傻猪面无表情地吐出一句 三柄阵气齐出 一道阵法图案立马笼罩小天 速度支援 这是传颂阵 但是怎么可能和普通阵法一样 挥手集成阵 它是当年据周上那位阵道大家 大哥 二哥 于静心浩大的声音 传荡在天地之间 朝着荡摩山深处而去 一股磅礴的凌压笼罩天地 就连不止多年的沙阵都在缠声摇曳 这能够 上古灵压 傻猪 你是古族后人 不可能 地面之上 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之中 蕴含着无穷无尽的五行之力 传送 片刻间 只见傻猪与鱼 静心骤然消失在原地 整个小亭之笔破碎 速度之快 随着一声巨响 当魔山的顶部顿时风起云雾 两刀超然的身影出现在山顶 它们静力左右 神色素目 仿佛在等待什么 这是什么诊法 为何可以强行压制传送 不好 速度太快 三地有大漫 近海方向 是它们 快走 近海魔潮一座荒废的矿坑岛屿中 三道身影争锋相对 龙冠子面色异常难看 如临大敌 龙冠子之墓 看来你们早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一天 我们都等了多年了 现在整个岛屿都布满了传送阵 封天锁地 就连元神也不能逃脱 谁来谁死 不愧是近海修士 大出我所料 龙冠子 此地就是你的藏地 我心中的疑惑太多了 你们如何度过天关突破 这拥有五行之力的强制传送阵 是如何来的 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老牛开启阵法 顷刻间 荒岛上各处的五行传送阵 神奇奥影光头 等等 助凶敢于在下单打独斗 我才没有这么掉毛心情 和你单打独斗 老牛准备群殴 更不稳 话音一落 龙冠子神色已抽 浑身涌动浩瀚法力 底牌尽出 而傻猪端几个五行传送阵底盘 朝着龙冠子倒去 龙冠子瞬间被吸入到传送阵 而大黑牛不断地控制岛屿上的传送阵 龙冠子就这样不断地在各传送阵中 穿来穿去 大哥 这个办法能杀了他吗 这可是五行传送阵 他们以灵气灵力修炼的修士 很快就会被五行传送阵 垂毁原神 大哥真牛逼 不知经历了多长时间 龙冠子元神被传送阵折磨的维米阵 他无力地躺倒在地面 奄奄一息 刚好就在墨碑前封 不愧是助兄 修仙太疲惫了 下辈子做个凡人吧 助兄 这是下雪了吗 不不不 这是我给你撒的灰尘 祝你一路走好 若有来事 在下只愿当一凡人 若有来事 我们一定是好友 但愿如此 老牛把他的储物件掏出来 准备走了 诸哥走了吗 走 两个小时后 俞家两位老祖来到近海岛屿 静心 静心 说到底静心之死于江家脱不了干系 原来俞静心是江家派来的握手 两位兄长早已经知道他的身份 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一直把静心当作俞家的亲人 要是当年不是江家指使 静心也不会去招惹那位近海魔修 是的啊 静心也不至于到青天这个地步 此事归根结底都是江家造成的 宣战网 我们的恩怨也是时候该有个结果了 还有 那近海神秘人的事我们就不必再查了 是 大哥 我这就去准备 道兄 静心一事是被谁所杀 换写大法是我江家的隐秘传承 都被静心带了出去 此事恐怕与此有关 道兄那人会来江家吗 算不到 此人有些问题 契机周末不定 他们行踪不定 此事就此结果 不要再去撩拨他们 先将瑜伽的事处理好 是 而此一之后 近海魔修的威名也在大验声明确起 文哲精心胆战 听说了嘛 那近海魔修竟然斩杀了化神大能 这谁没听说 二十周如今风火狼眼啊 两大股修仙私家全面开战 弄得那灭神石都涨价不少 这近海魔修真的牛逼啊 猪哥 有人夸你牛逼 小点声 这里全是人 猪哥 这里也有我的功劳 要不是我假扮是妖 也换不进去于家当侍卫 好 算你一部分功劳 奖励你当做其三天 啊 走 去三生阁进货去 晚辈云征见过前辈 此次前来是与云姑娘 谈一笔大生意 方才听事女说 你要百万中品零食的玄阶服务披子 是的 不知前辈何时需要 这可能会花上一些时间 越快越好 我可以先付三十万 中品零食的订金 而且还有另外一笔生意 不知道三生阁能做否 前辈如此相信三生阁 我打听过 这归一成就你们能做这笔大生意 前辈说笑了 不知另外一笔生意是什么 傻猪拿出了一张名单来 他们看后突然汗毛倒数 像被什么恐怖东西盯了一眼似的 前辈 这恐怕有些不妥 我加钱是厂价的四成 好 晚辈可以一试 前辈 可否等晚辈三月 那云姑娘 我等你好消息 恭送前辈 小姐 这位道友来历不简单 万万不能得罪 他要大型传送证材料干什么 放心 此事我会与父亲商讨 再妥善处理 比起生意 想必得到这位前辈的友谊 才更为重要 这幅画画的真不错 是的是的 和大哥的画迹差不多 啊 放轻下之大事 谁敢在城中欺负零售 我猪哥必要把死疗拖到城外的小树林 去群欧一顿 啊 猪哥是你啊 大爷的我生意都谈完了 你们还在看小鸡捉米图 没想到 你谈生意这么快啊 下次谈生意 还是一起 别人那气势 人多势众啊 好的 好的 这个当保镖 我擅长 没问题 猪哥 谁敢造字 我直接冲着他们狗叫 好 走了 我们三个月后再来 一位青年男子走着一副傲视天下的步伐 他身后跟随两头零兽 完全一副打兽模样 哼 公营道友大驾 材料已经被齐 道友 我带来了吗 当然 来人 给道友看货 角质 验货 老牛 把零食放到桌上 给这位道友看看 两边的人同时开始在检查零食和俘虏 周围的气氛都在一瞬间变得紧张 生怕这个时候来个黑吃黑 大哥 没有问题 不愧是三升格 本作果然没有信错 若是有下次我们还来找你 道友太过客气 三位道友今后就是三升格的贵客 但有所需 皆为市场最低价 好 道友爽快 多谢前辈台爱 给晚辈这个机会 客气了 诸位道友下次再会 道友慢走 没想到 没想到 这次交易这么成功 我还以为 会黑吃黑呢 猪哥 如果黑吃黑的话 我北宫红尸 定把资料拖到天端大平原群哦 接下来我们干嘛 兄弟们 开始下一个计划 目的地 天河之盼 好好好 没问题猪哥 一个月后 一艘五行飞舟在鲑鱼战场半空中快飞狂 目的地正是鲑鱼战场的尽头 杀猪也开始用灰兽的灰鞋炼制起俘虏 生灵竟敢踏入死地 杀 大胆会兽敢冲诸葛救换 哎哎哎 库里猛他 鼠背 安敢猖狂 远方 三道人形化神会兽目露视血光芒 朝着巨头呼啸而来 正好试试本作 刚炼制的玄阶坐望俘虏 这是什么 精气是生灵的精气 不对是无足会血 三道葫芦煞时间激发 他们身姿一力 大片大片的会血从七角中喷出 气息逐渐为应 人族生灵不可能 那不是人族生灵你是谁 我是你们吃散多年的亲爹 不可能 无足天生地养 和来你这般丑陋的生灵亲爹 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啊 诸葛越来越牛逼了 一道俘虏震杀化神前期会兽 这说出去谁敢信 老牛小赤 早继续前进 巨州化为一道流光继续直线朝身处前行 一片灰蓝色的天幕 横灌在黑土大地域看不见尽头的辽阔天域 而这片灰蓝色的天幕 却是如同透明 连绵数千万里 看不清身处情况 天幕里面还似凝胶一样的灰色光点 这里就是剑鱼的尽头 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死鱼 根本就没有路 然而非洲后方黑城滚落 大地传来震动之声 惊天杀戚与增物迸发而出 成千上万的惠兽开始集结 一场疯狂的杀戮盛演就此开始 老牛我来断后 靠你们了 好的 杀猪化成一道神光像冲来的惠兽杀去 库里猛仓 天地间突然响彻起一声 浩瀚瀚瀚的流叫声 巨州开始真正的全力发动起 周然间加速 一道流光势不可等 朝着剑雨天目狠狠撞去 拦住他们 快 灰兽先过本座这一关 黑土大地的无尽灰兽彻底开始狂大 向着傻猪反扑而来 而最让人的绝望的还不是这个情况 而是他们刚才连连撞了好几次 天目闻似不动 卓哥 不好了 这里是惠兽的老巢 没有路 是的是的 这些灰色光点就是在孕育这些惠兽 卧槽 战场尽头竟然是惠兽诞生的地方 是的是的 卓哥怎么办 卧槽 这怎么杀得进 赶紧撤 一道浩大的启航声发出 一艘巨州就这么在所有的惠兽注目下 眼睁睁消失 近海偷渡的海岸旁 巨州上三道身影 皆是心事重重 这次真的傻了眼 这惠兽竟然是从那片灰蓝色天目产生 而且那也不是阵法 根本就撞不动 破不了 是的是的 卓哥 我亲眼所见有练习奇惠兽 从那里诞生 妈的 要是那种情况的话 这天和支盼的前进探索 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怎么办 先去找百里种虎 我们的实力还可以提升 再准备准备 本座不相信没路 好的 卓哥 黑图大地上惠兽横尸便移 这些都是出自傻住开山府的节奏 而此时 远方几个大理的散修 神色慌张 被一个金丹后期惠兽追杀 可恶 竟然招惹到了金丹后期惠兽 还不能斩杀他 黄少 进入战界影可不容易 那是要拿惠兽头颅去证明的 我知道 赶紧逃命 忽然 他们瞳孔一颤 横尸遍野的惠兽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不 不 可能吧 黄少 这 这惠兽是何人所杀 这得被斩杀多少寿命 金丹惠兽看到这一幕 颤抖的退了几步 连忙转身就逃 库里猛他 小伙琴术 霍曹 霍曹 拜见前辈 拜见前辈 无妨 皇少 这声音怎么听得有点耳熟啊 有点像当年天段大沟壑那位前辈的声音 尔等还不速速离去 是 前辈 祝哥 消息传出后有人会来接我们吗 当然 等待便可 百里大祖可和普通修士不一样 大哥这个办法真好 这几个人肯定会把这里情况传到百里烛湖 到时候不请自来 好 随我去杀几头惠兽庆祝下 而今日过后 戒与战场也掀起一个恐怖传说 战场侧也有通天大修士斩杀惠兽堆积成山 报 元帅 戒与传来消息 由大修士在战场侧翼斩杀惠兽 一堆积成山 不知护了我戒与多少修士 本帅想见一见此人 元帅 何时启程 今日 但此人来历不明 元帅还得小心为上 此人很可能是大理隐藏多年的老怪 现在却如此高调的在战场侧翼斩杀惠兽 恐怕是冲着我战戒营而来 战场前线侧翼 盘坐石山支店的三道身影缓缓睁验 他们皆是看向天际 几艘庞大战船出现在天际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是他们当初看见的战节周 终于是等来了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大人物 恐怖如斯 牛哥来者不上啊 好强的气势 猪哥他们不会是来抓我们的吧 那他们目光也太短浅了一点 不必多想 不知诸位道友所来何事 道友 在下百里中虎 乃战戒营当代元帅 特来议会 在下傻注 已在此地等待战戒营许久 却没想到是元帅亲临 猪道友 不知可否一谈 当然 元帅请 不知元帅可否认识百里封药 我与他并不是仇家 而是他曾让我给元帅带一句话 封药是我九弟 以他的天赋与眼界 下一代元帅本应该是他 卧槽 他说老那失约了 元帅就这么一句话 看来九弟还是被执念所困 到现在也无法走出 是 方丈十周论到败了 元帅 你们可知道路在哪 道友何出此言 我们前往过深处 但并未看见前路 路就在前方 火剑与生灵每天都在向前推进 迟早有一天 会灭绝会手 道友如此强悍的实力 不如加入战戒营 元帅 前方无路 我们闲散习惯了 也并不想加入军营 道友可知上古大战真相 真相于现在何干 惠兽一直在消耗戒狱生灵 他们的强者一直在后方修炼 你们拿什么推进 尔等可知 若我战戒营固守不再推进 所有人都会知道 前方无路 修仙毫无意义 前路断绝 你一切化神修始 怎敢口出狂言 若不是因为九弟 此话一处 本帅亲自斩你 我逃 啊 一点捉剑罢了 元帅不必当真 道友且听我说 天地诞生之初 戒狱并未封闭 也并无回首 那里一直都有路 那边被称为三千大世界 可谓浩瀚无银 无边无际 元帅三三三千大世界啊 那必须得找到路啊 道友前方无路 这个真相 放他娘的狗屁 元帅前方必然有路 老牛 小翅 你们说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大哥 猪哥 真的 我也觉得有路 元帅 我有个大计划 需要你们的帮助 此时还望元帅不要声张 那些化神好奇的会兽 交给我们 什么 你 元帅 你且听我说 傻猪拿出一本小册子 开始看着他所写的计划诉说起 道友 此计划我一记下 就先行告辞了 此欲简便交与道友 以便不识之需 老牛 小翅 说简相当重要 可谓是敲门砖 要论传承当然 还得是大理的百里一组 那九华风魔员本作也相当好奇 大哥说的对 是的 猪哥 兄弟们 走了 开始最后的准备 今日 三道身影风尘仆仆的带着葡特蝉侧牛奔腾 他们目的地正是九华老祖的十万打山 牛哥 牛哥 你能不能跑慢点 你等我 身杰石都快出来了 小翅 你牛哥 难得放开了腿的跑 你就忍忍吧 猪哥 我们去找百里 换天和九华老祖干嘛 当然是 要些化神功法 提升实力 本作一定要把剑狱尽头那个天幕给撞破 猪哥 我北宫红尺相信你一定 在下傻猪特来拜访百里一组 还望诸位给种虎元帅一个面子 九华道友 这是种虎亲笔 有神识烙意子在 呃 道友请入山 猪哥 等等我 这位 你是燕光赤骨师 我记得你们一族的印记 啊 猪哥 牛哥 你看错了 我燕光赤骨狗 不是燕光赤骨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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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友不必担心 我并无恶意 燕光赤骨师一族 曾经与我九华丰魔猿一族是好友 那就好 那就好 没错 小赤确实是燕光赤骨师一族 听说大理有人在追杀他们 不知是谁 还望两位道友告知 灵悟古仙门 古修仙世家 姜 还有白玉商会 这三大势力 多谢两位告知 我们闷子也并无他意 不知道有所来还有何要是 种虎的意思 我们已经明白 我们前来是想兑换一些化神器的普通功法 什么 小赤把我们的土特产拿出来 这可是我们自己种的土特产 不知道有是哪系天灵根 化神功法虽然珍贵 但我白玉一族确实传承下来许多 武器灵根到天灵根皆是需要 天河之盼大战 我们会全力以赴 好 座道友 你的要求 我白玉一族都会尽力做到 还有九华道友 可否借于九华封魔猿一族的金丹精血 两滴精血便可 这里有两株三千年的元臣身交换 座道友 太过客气了 无妨 区区一滴精血罢了 原意 老猪 客室 借你几管子血硬下 什么 道友不必担心 这几株千年灵药给你补身体的 道友 来 不要放赶了 老牛 拖过去取点血 九华道友 多谢了 那我们等你在天河之盼的好消息 当我们掀起介域战场动乱之时 你们自会看到 好 此日 白玉一族的某座军影中 小吃和老牛蹲在一旁玩你吧 傻猪则在一旁视察军情 咦 老牛 你看边缘的那位 怎么了 卧槽 熟人啊 什么 什么情况 怎么又 又是那两位 世上绝对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这可是大骊 又不是钱国 怎么又可能遇上 而且这里可是大骊的隐士大族 白玉一族的驻地 怎么可能认他在此地好友 小伙子 是你啊 过来聊聊 倒是很久没遇见熟人了 钱 前辈 小伙子 你是怎么来到这的 现在钱国修仙界怎么样了 回禀前辈 相当安宁 我当初是在北京被迫离开 有人追杀吗 探索南部秘境时 与一些大修士结了仇 被追杀到北京 随后发现了上古传送阵 传送到十万大山边缘后 就直接被抓了 不过运气也不错 百里大祖还是讲道理的 不是普通修仙者 啊 这就是乱跑 不做计划的代价 还是跟准处个问题 孟盛 不知道 那个传送阵在哪 我们可能需要借用一下 回前国看看 若是不方便 倒也不被抢求 我们乘非洲 回去也可 前辈 您折杀晚辈了 这是大型传送阵的精致令牌 若是催动此令牌 即可回去 这个可是好东西啊 牛逼啊 好那我们就先收下 到时归来再送还于你 钱 前辈 这 无妨 这些东西 你收下算是交换 这是一瓶上品的上清古丹 并无单独 对原鹰修士的修为大有必义 还有这是我随收写的炼丹册子 就当个参考吧 这是天大的机缘啊 难道我真的是主角 老牛 小赤 走了 还未请教前辈明慧 鱼道各努力 千里自同风 小伙子本作傻猪 猪哥 牛哥 大爷的 小赤 你不会以为我们真从传送阵过来的吧 是啊 不做传送阵 怎么过来了 老牛 砍了 好的好的 啊 这 此时的鹤灵树有一万草泥马在心里奔腾 我招谁惹谁 狗屁传送阵过来的 我们他娘的跑过来的 对对对 啊 跑过来的 跑过来大伙的收腿 复制疏松吧 傻猪身旁雾矮茫茫 五星神光乍下 天地五星之气滚滚而来 威压死方 他正在推演华神功法 华神大能可引动天地元气 功法亦可根据天地元气所感所创 一本白光闪闪的小册子出现 上面渐渐开始出现了一行字 五星华神功法 天地疾名 万山俱颤 一声巨阵 十万大山刹那间抖动 天地惊奇也在刹那间 如浪潮般袭解而来 白茫干世 轻浮八方 银白光滑如水般没入傻猪的体内 与此同时 一座灰弘山峰上 突然出现一座古殿 从中走出一个身穿黑色战衣的男子 莫俯视远方大帝 老祖 开始准备 大骊的那几位 我亲自去寻他们 这位傻猪道友 很强 远超想象的强大 刚才那一瞬间的天地压制气息 犹如我原音 十七面对化神大 看来诸道友修炼的法术并不简单 竟然引动天地经济 我九花丰魔猿一族 只能在降生时做到 难道他们并不是这里的生灵 而是意外从大势而来 九花老祖像的沉思 想起了多年前 有一次天万星雨 大理的无数修士都看见了 然而却并未发生什么事 难道是他们 降生 接连几天后 天地的威压再逐渐散去 但五行之气依然在其身吞破 久久不绝 待到修为与神使同步达到巅峰时 五行合一 就是破入真正的练须境之日 老牛 小赤 我逃 大哥的修为已经是化神中期了 祝哥 准备辞行吧 先去天段大沟壑一趟 然后再回一趟家 本作如今已入大道门槛 西门黑牛 准备接受到祖刺法 大哥在上 请刺法 传说中的道祖 竟然是祖哥 啊 道祖是我大哥 老牛 你他娘的烧这箱干嘛 怎么看起来就像是 我要驾鹤西去之井 道祖在上 容我多磕几个头 鸡门黑牛 你是要送走本作 我没有啊 你听我狡辩 不不不 听我解释 放肆 立拔山吸气盖世 不要啊 啊 竖哥 牛哥最不致死啊 从银间传来保护 求牢 求情的四海中 惊气临终大片飞鸭 次日 他们来到大山边缘的上谷传送阵 这个地方 他们已经给九华老祖打过招呼 老牛 我们的中行传送阵在这布置好了没 大哥 放心 都布置好了 好 回老家 孔零猛零猛叉叉 嘿 一艘巨轴行驶在雷海之上 这里光芒万丈 阳光依旧灿烂 俯瞰无边雷海翻腾奔涌 惊雷盖世 方向正是天断大平原 大黑牛盘坐在亭上 修炼五星化神功法 异象惊天 啊 天断大平原 我终于回来了 脚趾 我们将在天断大平原布置传送阵 到时候随时可回来 没问题 祝哥 这天下绝对没有比天断大平原更安全的地方 祝哥 我在那里 还藏了不少偷的东西 全是宝贝 小智 你当初竟还敢在本座面前耍心眼 祝哥 这不是流条后路吗 要是被追杀 咱们还能回来 靠着这些东西过日子 当时离开的太急 没时间去去啊 原来是这样 不愧是你 有本座和你牛哥 当年几分风范 到时候我们还得去 天断大沟壳一趟 那些灭神实如大海沙力 取之不尽 没问题 祝哥 我来搬运 我力气大 说不定咱们去三千大世界后 都能用得上 别想太多 去了三千大世界后 我们就安心 转临时过日子 那里的修仙资源可多得很 那里的修仙文明不知会有多广大 祝哥 这好像不对啊 怎么感觉你是在画饼吗 啊 又是半月而过 天空放晴 目之所及 大地一片绿色的海洋 已经进入天断大平原 老牛 五星化神功法 纠练的怎么样 大哥 我学会了 感觉还真不错 好 兄弟们走 开始干火 好的 祝哥 小弟早已经准备好了 天断大平原四处都是大坑洞 一件件零二矿石从洞中扔出来 把杀猪老牛盒看得目瞪口呆 祝哥牛哥 你看你们有没有需要的 你自己收着吧 存这么多东西也不容易 祝哥来 这里还有颗蛋黄被我摇云的零售蛋 晚上给你吃 呵呵呵 我真的要谢谢你 这可都是五千年来存的家当 以后都是我们的了 好 小吃以后 有我们一口饭吃 就有你一个晚喜 好的 祝哥 里面我还藏了很多宝物 快点 快点 两个时辰后 小吃的家当全都被刨了出来 祝哥牛哥 家当都冒完了 好 走起 兄弟们 抛灭神尸去 好的 大哥 二哥 走 大哥 四哥 转眼间 一道流光闪出 他们这样凭空消失 像是从未来过 天断大沟后 天际昏暗 五边灭神封席卷八方 七十灵力 灭绝神尸 祝哥 好多灭神尸 没人要啊 他娘的 兄弟们 能耗多少耗多少 绝不多贪 根据四舍五路大法 这里全都是我们的 好 老牛你负责在这里边缘 布置个大型传送阵 小吃灭神尸 就交给你捡了 本座去趟 大理买些东西 顺便去讲讲道理 古树哥 你就放心的去 这里就交给我和牛哥了 本座很快就回来 大理 江家祖地 这里古树参天 灵气逼人 两位老者盘地而坐 静而不远 阁下和人 全街坐旺福禄 此地乃我江家祖地 我们已受百里大祖所受 还望莫要大动干戈 皆遇大战在即 道友快遇敌 化神中期 竟然无法抵挡这福禄 阁下 我们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用如此歹毒手段残害我等 你知大理诸多道友于何物 本座近海摩羞 燕光赤古狮一族 日后有本座庇佑 此次小城大剑再敢滥杀 本座定让江家在大理成名 百里一族也救不了你们 阁下 我们已经知道 绝不再追杀燕光赤古狮 还望道友恕罪 道兄 此人 此人 此人恐怕已快要进到无上 练须之境 此人从近海魔潮而出 应该 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物 由古仙门的老祖闭关之地 雷池天山突然翻腾起汹涌雷池 雷光照万里山河 道友 从此以后我灵悟古仙门 再也不追杀燕光赤古一族 那就好 希望你们说到做到 本座乃近海魔修 到有何意 祖哥 是不是马上回来了 差不多是时候了 那我们快不去正法吧 不然祖哥肯定说我们不懒 老牛 小赤本座回来了 祖哥你回来啊 本座在大验三升阁买了很多东西 祖哥 你买了这么多东西 不会买亏吧 你敢质疑大哥 大哥是个体面人 这些东西 可是给我们老家人买去的 小赤到时候 你自然会知道 老牛 大概什么时候传送阵 可以布置好 还有两天时间就可以完工了 那可以 现在大验的各方势力 都在备战状态 恐怖的很 祖哥 那我们快回前国吧 那些人族修饰备战 不知要抓多少灵兽 甚至为了备战 灵兽都是他们的修炼资源 无妨我给百里一族打过招呼 他们不会再针对燕光赤骨师一族 小赤你无需害怕 真的吗 祖哥真的 真的吗 哼 本座的面子你们还不信 祖哥 不信 不信 上仙神诸国都要给大哥面子 那些修饰岂有不给之理 都是讲道理的 老牛 小赤都给本座布置仔细一点 要是我被传送偏了 拿你们试问 大哥放心 大黑牛与小赤开始一边检谈一边布置 大哥要是被传送没了 那天就真的塌了 走了兄弟们 回家 回住他老家 大敌阵 灰红光度冲天而起 巨大的空间波动传荡四方 他们瞬间消失在此处 武运宗扇门外 一人一牛的灰红雕像助理天地 雕像下三道身影正在暗感叹 今天是少注意大黑牛回家的日子 老牛终于到家了 你看 这是不是我们 我逃 还有完美兰都说了不要声张 好 宗门里 是有修士路过 他们手中也都拿着一个小册子 傻猪眼中大海 这些小册子里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他写的 但还是加了不少新的东西进去 猪哥 牛哥 人族宗门这么努力吗 要是去大理真是恐怖如此啊 卧槽 没想到这武运宗现在竟然如此让人震惊 整个宗门都透露着勤奋的气味 我的小色子也能成为宗门必备 nice 老牛 你看武运宗比我们想象的还好 是的是的 看起来确实不错 走 老牛去禁地 没一会 三人便来到一座封存的山峰之上 这里的山峰 不写灰 也不带沉 傻猪神色轻松 遥望天雨 没有任何怅然落尸 大黑牛朝着远方呼唤 突然山脉开始震动 带着一股无可阻挡的怒哟 三道浩大的声音响彻在山脉各方 狂风骤气 沙意凛冽 惊动四方 何方道友 敢入营业 此地乃我曾见地 看来道友是不知生命的价值无意 敢闯路 牛祖封存的禁地 倒有可能承担住 这份因果 雪晨还有你们三个小家伙 这么久不见 就如此迎接我 远方天际 江雪晨 柳寒 施无君 急招在天雨间脚步骤然间动作 封存的记忆被这道熟悉的声音彻底打开 什么 那位竟然还活着 走快过去 拜见老祖 你们在本座和你们牛祖面前装老祖 嘿嘿嘿嘿 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会回来 老祖 牛祖 吴君 听说你已站在全国修仙界的顶点 没有让本座失望 是个男人把武运宗保护得很好 这是我应该做的 并不能辜负两位老祖的期望 老祖 牛祖 小子 能突破到圆英七 你很不错 薛晨 那边确实有路 但是江家 前辈 我知道的 我已无回去的打算 如今闲月楼才算是我的家 好 这位是我们的小弟 小赤 跟在我们身边多年 拜见前辈 咱都自己人 不必客气 来 都是土特产 一人一个混蛋 老祖 不知您这次回来 我和你们牛祖 已为此方修仙界 准备了一条后路 但是你们暂时 不宜太过接触那方 是 老祖 那个超级大国 叫做大骊 坐拥三百六十大洲 甚至还有海域 和化神后期的存在 大骊的上古势力 与古地相当之多 哪怕武运宗 现在已站到全国顶点 恐怕在那依旧 还是毫不起眼 你们不能暴露 你们牛祖 会建立横跨天段大平原的 大型传送阵 但是 去的弟子 必须经过层层筛选 定要是无比信任之人 没问题 大哥 你们交给我可以放心 三位前辈 是否大理有大便 可否告知 我们也不会冲动行事 不必想的太多 到时候你们自会知道一切 一步步来 切勿好高勿远 对了 那武运宗第四位元英是谁 本座倒是有些好奇 回禀老祖 他名为企号 曾是武运宗妙园弟子 说成贵民大恩 足迹后期 进入南部无尽山脉 归来之时 已是元英 成贵我大恩 老牛 你认识不 不认识 大哥 但能活到现在的 绝不是宗门里的人 老祖 其实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乌云总的林奇有些奇怪 怎么多念狗曲 林奇似乎没有接受 此事我知道 不必多管 这也关系着 我的一些猜想 但时间太短 暂时还看不出 老祖 那你准备 后四离开 你还会回来吗 等你们牛祖布置好 大型传送阵霸 小家伙们 终有离别时 不必太过感怀 未来当真是充满精彩与未知 本座很期待 能在大势 听见吴运宗之名 林奇伙和老祖所望 好了 你们去安排吧 本座想自己待会 老牛今日的别离 吴运宗根基 已经彻底牢靠 咱们可以无牵无挂的 放手一搏 进入灰红大势 三千大世界 是的是的 大哥 一日 大黑牛与小吃早已盲目起来 胡说大型五行传送阵 击到寸步不理的跟在后面 啊 小鸡 哥看你印堂 赞光瓦亮 将来必成大器 前辈 谬赞了 正夺本座回来了 大骊的疆域 确实相当浩瀚 本座都没走完万分之一 若是能打通前路 到了三千大世界 带到明镇一方 到时候再回来看你 走了 一路保重 猪哥 牛哥的大型传送阵 现在已经全部布置完成 大哥 我牛逼不 老牛 你牛逼 啊 兄弟们 这已是我们再次放监狱的最后一程 我逃 还来 天日 三位导游趴在巨州边缘 看着熟悉的风景 慢慢地远离前国修仙景 猪哥 牛哥 怎么了 咋了 经过小弟这些年的分析 监狱战场的路可能在地下 大道悬的天河是在提醒我们 大地劫也在提醒我们 不可能就在我们脚下 这你都知道 好 我们到时候去试试 猪哥 你人还怪好的 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想必大验的诸多道友都已做好准备 殊死一战 兄弟们 出征 跟着大哥出征 好的 猪哥 老牛 加速前进 好的 大亨牛一掌拍向霞 巨州法门开始连通激火 天天已经支气滚滚了 整搜巨州漠然间消失在这双天地 我介遇三只人何在 此刀名为战兽 此战的却战到底 登船壮火介遇 子孙们 为我们的后背开辟生路 一搜搜庞大的战绩中 从十万大山中升起 大地传来震荡之声 漫天风沙飘流 袭枕天地 与此同时 盗权海域 海外四行山 传来浩大的发号试变声 爱天官 战会手 四座灰红仙山地脉震荡 盗权海域开始沸腾 如同大型水龙卷一般 冲上盗权天官 壮固而惊死 诸位到 其他好 IP前路 沙海 无数的战团 从天河之盼的天际滑过 随着浩大的天河滚滚而去 如海啸奔腾 开始向戒域前线发起冲击 而戒域战场后方 一艘庞大巨舟滑过 争吵着惠兽老巢而去 哼 惠兽 你们的亲爹来了 二等犬子还不受死 大胆 又是你了 此方空间已被我们封锁 看我们梦中多别 岂有此理 我不是憋 是牛 老牛 后面 三百里 还有两位化神后妻 惠兽正在赶来 交给你了 交给我了 三位阁下虽然很强 但四在本座开山府下 应该无憾 五行合一 此招名为 归虚 少如浑身弥漫无体 一股恐怖滔天 尊不可犯的气势 弥漫天地 威压全场 五行合一 这股威势 练虚七 杜 胡队 是他的神石与原神 有快要到达练虚子 你 到底是谁 三位阁下并不弱 但是比起我那位兄弟 还是烧去一头 你该死 死 独足的因果 绝不会放过你 而老牛那边 早已经解决完了 两位化神后妻会说 正忙着给人家抄斗 小狮子躺在荷林树下 偷偷白目 身躯时不时的抽动一下 把装死演得淋漓尽致 老牛 小赤 大哥 你讲 啊 猪哥 我刚醒 猪哥 您分布 这些化神会兽已在开始寻找我们 他们可能会成群结队 我们要赶紧杀到他们老巢去 对对对 抓紧时间 要不然就是我们被群殴了 猪哥 已经来不及了 成群结队的会兽已经来了 远方 密密麻麻的会数从各方涌来 蔓延数千里之广 浑身涌动的会起人心 就像五月星空中的繁星 卧槽 马了个八子 还真多 老牛 此次没有退路 全力以赴 大哥去拿 我就去拿 哪怕前方是遭山火海 小赤 小赤 保护好你们自己 咱们可是要一起去三千大世界的 猪哥 牛哥 放心 绝不给你们添乱 不用担心小弟 必要时刻 小弟会生死 老牛 杀 杀向他们的老巢 借于战争前线 无数凶仙者与会兽在邪海中沉迷 哀吼 撕裂 轰鸣声震动千万 到 借灵土地有大难 你们先带一部分回撤 这里我们足够离岛 鲍 袁帅 灰兽百路大军正在往后撤退 那方似乎发生大变 鲍 袁帅 西北方有华神前期会兽自爆 拦截我军追击 鲍 袁帅 大离后方增援的思越已到 但是来源的修饰已越来越少 鲍 传话下去 前线会兽大军正欲回撤 无备 死战不退 接铃足底 灰蓝色天幕前方 一万会兽聚集 他们身上皆是带着灵力无匹的杀气 傻猪独自站在百丈高的石山之上 冷漠的眼神俯瞰一切 此时的惠兽已彻底明白 这种生命不被寿命所让 是惠兽一族真正的天 诸哥 这里的土地果然有问题 这诞生惠兽的孕育之地也有大问题 这里是最为薄弱之处 这片天幕在吸收黑土大地的本源 对对对 好 老牛 带着小鹤他们撞击地面 好的好的 那大哥你呢 老牛不必担心我 区区惠兽罢了 小智 走 撞击地面 库里猛擦得了猛喜 整艘巨州的法文 以风暴渐掌的速度 疯狂膨胀 而后一道巨大震大火器 与巨州化为一道锥体 一道惊天动地的牛叫声响彻天地 圆巨体 一道巨大的黑洞被他们深深地撞击了出来 整艘巨州也彻底没入大地 老牛干得漂亮 不好 出手 洁灵祖地有大的 不能让他们中击大地 一位为华神后期惠兽进阶出城 朝得傻猪而言 来吧 劝你们最好投降 投降出一半 他娘的 就这啊 此时四面八方又涌来了 无数华神中期惠兽 傻猪体内五行之地的不公 已经快跟不上消耗 大龙中 巨州正在疯狂朝下冲击 轰鸣声震天 小智 牛哥 什么事 你来操控巨州 我出去帮大哥 啊 牛哥 我 我去去就来 牛哥 你们小心点 大哥 快闪开 老牛 杀 火球树之终极 傲益星云之术 然而 这方惠兽刚消灭完 还有一批惠兽正在斜迹 以命陷阱 反捕黑土大地 甚至那处大洞之中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恢复 老牛 这样不是个头 大洞要被他们血迹封住了 那怎么办 不以我护法 以地劫牵动 最后一捕 好的 我相信你 我的神识已经超越化神后期的极限 我要开始反骨修为 上那街 滚雷阵阶 风云变坏 天昏地暗 还要突破修为以来天杰 为何此方天帝会有天杰降临 天帝不容 此次乃天帝大贼 先退 老牛 走 让天杰为我们开路 这样可以吗 若是路真在脚下 那就是我们的气息 也在引动三千大世界的天杰 让他们为我们开路 我逃 你是怎么能想出来这个计划 老牛 本座的脑子已超乎你想象 大哥 真牛逼 走 猪哥 牛哥 避杖 下方有空间避杖 兄弟们 退至本座身后 非洲下方有一座庞大的虚空避杖 周围弥漫着大势本源 坚不可摧 而天帝大街从洞中袭来 不断轰击其身 但反在帮助他们破除介于避杖 若是开辟前路 按照元帅所说 与大势相连 那他们戒狱的灵器必然复苏 那么前国的灵器也不会越来越吸补 是的是的 我们前国也不会被灭神识侵蚀灵器 而多年后变成一片黄土 所以必须开路为了我方戒狱 然而此时 赫灵五行说的枝条的死死 扎根在戒狱避杖之中 他在新时戒狱的本源书 他正在觉醒 赫哥 我逃 吸收剑玉本源化形 赫灵五行术迸发神光 迅的中央 一道娇小的人用正在渐渐成形 我逃 我逃啊 老牛此此第一句话 不是喊大哥二哥就杀 小哥小哥 啊 赫哥 赫姐 你怎么是女的 小赫你保护好自己 兄弟们跟随本座充 赵哥我们相信你 我们一起去大市 必须的 湖边雷芒弥漫空间通道 隐为天地元气 淹没一气 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的身影 接链土地的天幕彻底坍塌闽密 接日战场的天幕也终于出现一些 出现那道模糊的门户 一位男子身背三柄开山口 左手牵了一个小女孩 两侧站得一牛一口 他们站在浩大的门户前 缓缓踏前 气势一往无前 公送天狱先曲折 公送天狱先曲折 天狱间的四道模糊声音 也随之缓缓消失 浩瀚大士的气息扑面而来 迷我 不复笑